- 阿姆斯特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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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是美國人的話可能還看得懂 - 可是如果是國外的話可能就有點陌生 - 因為他們會牽扯到一些就是 - 美國歷史的一些重要事件 - 所以 - 我自己是空空的進去 - 空空的出來 - 喔 你是阿姆斯特丹吧 - 是不是哈利 - 阿姆斯特丹也是阿 - 阿姆斯特丹吧 - 也對哈比伦還沒看好 - 晚上好 - 為什麼會忽然 - 早上好 - 晚上好 - 已經實況 - 跟觀眾打電招呼 - 實況開始 - 觀眾沒來太可惜了 - 讓我們看一下 - 好吧 這個禮拜 其實這個早他們又進入了一個 四片大宗 的狀態 所以看了 兩三步都不過應該是 看起來就是為了 賀歲賀歲黨 下禮拜還有那個什麼我的婆婆怎麼這麼全全 我的婆婆怎麼那麼窮 但我覺得我我是有興趣的因為我覺得這那個 因為我的婆婆系列其實 富雄 那一部應該是 我把圈圈搞丟了 我把圈圈搞丟 因為那一部好像是影集 對他是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的影集版 他是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 對原版人 我覺得挺有趣 這部很好看喔 這部鄧安寧編得很好喔 我看的時候我覺得我每次看的那時候看的超開心的 而且中信念演那個婆婆 沒有我對電視劇 只看了一下下 我知道了 那我對這部電視劇的經驗是 他是人物 乾草 然後 互動 人物很可愛 但是故事情節鬆散 對 所以就會變成 他的事情 他的那個故事走向常常很慢 對 所以這你看 CEO 這又是台劇自命商 小O CEO 這就是台劇自命商 但是 但是 因為因為人物角色是可愛的 所以 也許他意外的 那個什麼 台灣人會很喜歡 好吧 一下以外是不是還有什麼 山中森林 山中森林 不過山中森林 我個人是喜歡啦 但我很擔心 大家 我其實還蠻擔心他爆炸 爆炸 山中森林 我只能說 主演 是個關鍵 李康生是關鍵 對 好 不然 還是先那個什麼 我要等 去年 春節檔感覺 票房都蠻慘烈的 因為在疫情底下 我其實覺得這個 在這個時間 在那個時間點 其實 其實我覺得今年也是危險的 對 為什麼呢 因為 今年你走出去外面看 就會感覺到 景氣能收收 明顯啊 你今年有賺大錢嗎 沒賺大錢 你今天過年敢花錢嗎 很明顯啊 第四季 重點是 物價又漲 對啊物價 每天都不是好消息吧 物價漲 薪水沒漲 然後又沒有年終對不對 很誇張 越進越慘 我前幾天去買那個肯德基 有個套餐啊 平常 很喜歡吃的 幾個月前還是 159 現在已經變189 看 長得多誇張 這個是蠻明顯的 因為我在買菜 只要去買菜的人 就會立刻感覺到物價的那個 變化 就是 他是非常浮動的 可能前幾天 尤其是那種青菜 賣水果 肉啊 那個每天的價格都是不一樣 你說 幹嘛今天怎麼那麼貴 然後就接下來就沒有再回來 就是不會再回來 對啊 好吧 我跟他有實況 分享一下 這樣的蛋價也是很貴 蛋價60塊 根本就已經 對啊 你每天都還在吃蛋 高級享受 沒有 60塊算便宜 每次看到 天哪 我幾年前 去買蛋的時候 那個價格不是只有這東西 一半 而且現在是10顆60 以前是一打蛋 以前是一打一打裝 他們已經 他們現在已經不敢裝12顆 只裝10顆 對啊 對啊 對 而且這個時候又 而且又又沒有什麼賺錢 案子也沒有接到那麼多啊 然後業配也沒有 對不對 好吧 所以 那個 可以去抖內 進去只是首頁 對就是 請按那個 幫我喝咖啡 這件事情 就是當我每個禮拜那個什麼你們入場費 對不不捐也可以啊隨即發新 你說 你說推群嗎 推群那邊可以抖 你有開 沒有我有丟過連結啦 因為其實以前推群有一個 推群前面以前的頁面有一個地方可以給你放都沒 但他們現在那個東西不見 你知道你只能用下面啦 對啊 可是現在我自己找我都找不到那個東西 對 然後就只有那個小起點啊 然後還是什麼東西 可是其實這個東西 你們 你們要知道 做這東西就是推群他要抽成嘛 對不對 你加這個東西就是 就是推群收錢啊 我其實就有一點重懷疑他可能就是覺得他不想要 他他就是這個 他也蠻想分一杯羹 所以他加這麼多東西 可是我每次看我都不知道那東西可以幹嘛 你知道 小起點啊 什麼訂閱 訂閱啊 什麼的 那個 表情 對啊 但是我其實覺得這好像不是很 他們就是放一堆東西可以讓 以前我覺得很多實況主他們會做的還比較聰明 他們會做各種圖啊 然後或者是斗 或者是斗內可以 唸出 唸出他打的字 那個我到現在都還不知道怎麼弄 但是 找資料也找不到教學的 也找不到教學 然後大家都一副神神秘秘的樣子 我會了我就不告訴你 好煩 我爸 我爸 我爸怎麼去弄啊 找不到啊 就很難找 好 我錄一份給你 應該就有了 嗯 好吧 有沒有 就是這個地這個斗內是那個什麼 沛沛喔 所以如果有如果大家願意的話 騎討一下 最近沒按揭 對啊 就是過年前就沒有按揭 好吧 今天我看一下 對呀 對因為 今天要聊什麼 今天喔 有孤獨搖過 要聊枯杯跟厭食觀是不是 風迴路轉 那天八個小時就已經跟你聊過了 還這麼熱衷啊 然後自有梅根 山中森林炸團員 對 這些有時間的話 再來聊那天 在幹什麼 對啊 還是你今天開場白想要 想要討論一下當天的那個什麼 你們最後幾點回家的啊 搞了八個鐘頭之後 我上六點 搞了八個鐘頭 搞了八個鐘頭 然後咧 幾點回家的 等一下你們要喝酒嗎 有啊 有啊 喝酒啊 應該是最打 好拍喔 好啦 等一下我就說 喔 丟手也抖不了 對齁 早 你看我就是 就是這麼不會做這種事情 你知道嗎 連怎麼樣讓人家去抖內 我都弄得不好 你知道嗎 真辛苦 等我一下 買Link 等一下我找一下 阿布萊恩怎麼上次沒有來 我還不想回答你 沒有家裡有劇場 家裡 有人 回來劇場 知道 好啦我丟了 我丟到留言處 老人對3C都不擅長 也不是這樣講 因為他在裡面其實 英文又不是很好 然後他每次弄 其實就一副你應該要知道的樣子 所以非常缺乏入門的那個工具 然後去找資料 基本上我發現那個會的人自己也是一問三不知 他們就只有那個 Sat by step side step 就是那種 一步一步一步 然後中間有一步是錯的 你問他他也不知道這東西要怎麼解決 他只會跟你講說 我也不知道 就這樣啊 因為 因為用的人自己也不是很清楚那東西怎麼用 在設定上面也沒有那個啊 上次有大有啦我有看到 但是我其實有點歉就 你大手送訂我也不能給你什麼 你知道我也看不到 然後我也覺得說這個 就是 因為我其實一直不知道在Twitch訂閱你們可以得到什麼 然後我又想不到一個對你們良好然後對我有輕鬆的方式 所以其實每次那個 想要建立這種那個 斗內的那種或者是那種贊助的那種極致 都讓我非常困擾 因為以前 之前我記得 那時候在吉他棒的時候他們真的還想了不少 可是想的不少到最後其實是 那是兩面刃 因為做做訂閱啊就是可能就是求求大家 贊助你吧 可是 大家贊助了以後 大家想他們就要想很多回饋 結果到最後就變成每個人都在花功夫在做回饋這件事情 結果本來的那個什麼公開的那個東西就沒人弄 然後也 然後他們這時候就會開始又在這邊講說可不可以有人專門弄那個就好 然後想說你 有人專門弄那個那個就是苦工啊 對那個人來講就是媽超級累 然後他又不想要讓那個 專門做 專門做這件事情的人上到公開 那我想說幹 你是誰啊 對 所以就是我們本來最想做的事情就不能做這樣子 那個真的是當年那個什麼 那時候好像是PREASE PLAY最最紅 但是其實這個真的不能夠算是 其實我覺得他們到最後比較適合做那種課程還是什麼的 因為那個那個是屬於那種 每個月的那個訂閱然後 餵粉 這種東西 那要是要有很會幫你做策劃的人 來幫你弄這個 那如果你全部都要自己投入的話就把它超辛苦 你知道 出周邊讓大家買 其實我還真是想過 我有想那天那個什麼 去日本 部長不是都出T恤嗎 對啊 部長好像都是做T恤 出一件跟你現在穿的那件一樣的衣服就好了 是不是 好像也 好像也不是不行啊 不是你要做 我直接幫你找廠商啊 我有認識啊 一起去賣壽司了 對啊 那你聯絡我 我是有想過那個如果把那個MARK印在杯子上會怎麼樣 但是我其實不知道這個東西出起來 那個成本有多高 然後做MARK的話一個 就是印上去印你的臉嗎 不是啦 大概 印臉沒有什麼好看的吧 臉不好看啊 印臉就會不是就變得像胡鬚章一樣嗎 對不對 就會有一張臉這樣 你看你每次看胡鬚章是不是一個 把人的臉然後變成那個 印臺的那種東西對不對 牽引 對那個那個蠻扭的 那個臉也很有名啊 抓漏的那一個 還是用那個 最後背後的那個東西 就用那個醋的那個什麼 這個嗎 那個捐印啊 對啊 哎唷哎唷 除了講話之外 其實做衣服 或是印刷我會用 不是 你這樣子會變成什麼 把自己變成苦工人 對一定要找 一定要找到一個讓自己最輕鬆的方法 廠商來弄比較 你比較不會那麼累 那個就是成本攤平 其實就是說我大學同學也是在做這個 就是幫人家 做捐印 T恤捐印那樣子 哦 好啦 好吧 而且如果他現在還沒畢業的話應該可以偷用學校的器材 你這樣子 可是你現在在公開場合講這件事情不就 好吧 然後警察就是一個抓到 我今天我講一個我那天看到了很好笑的新聞 早上起來吃東西都會看一下新聞 裡面有一個新聞是趣文 就是 就是 有一棟房子就是有有民眾拍到 有一棟房子然後被一輛卡車載著走 那則新聞就是因為在台灣這件事情其實很少見 然後大家就就在傳他然後 說我好厲害哦這個東西怎樣怎樣怎樣 那個貨的移動城堡啊然後什麼的 然後我正好看到的是那一則是台語的你知道嗎 對就是 還是大概到中午的時候會有這個台語主播然後報那個新聞 對啊 然後他就那個那個什麼 加西霍如的移動城堡 這樣子這樣子講這樣子 然後 那則新聞我就報說 我會在那邊看啊邊吃飯邊看覺得很有趣 結果你知道那支那支廣告他最後的結結尾是什麼嗎 他誰什麼人都問了最後他去問警察 然後警察不動聲聲 然後警察不動聲聲 你應該有看到各種社會新聞的警察的那個的畫面嗎 他們通常都是站在門 站在門口然後後面不是有一個那個 他們警察局的那個分局的那個的那個馬克嗎 然後站在這邊講這樣子 然後你知道警察說什麼嗎 然後 他已經超過移動標準 必須要罰錢多少錢多少錢 然後就幹 然後想說 麻的 新聞報句文 然後最後安插警察說 他已經那個違規了 然後現在我要罰還 這樣 我想說麻的 這記者好雞巴 你知道嗎 然後 就是大家看 大家看到這個畫面覺得很有趣 然後那個是一個工程奇蹟什麼 最後警察出來破燈水 你這個已經違規了然後我現在要罰你錢 好想說靠北 好討厭喔 好發揮的 對啊 OK 不要被記者看到 記者最後每件事都去問警察 然後警察看到了就罰錢 這樣子 對然後還拍到車牌就立刻去找他 你知道嗎 那個人應該超不爽 對那個人應該超不爽的 都被拍到 你知道 好吧 法規是沒錯啦 對但是你知道 那從那則新聞前面感覺其實是趣文 結果他最後幫他 讓警察來結尾 我覺得超好笑的 哈哈哈哈 好啦 OK 好啦好啦 好吧那什麼 飛線星你是 你 上個禮拜看了兩部片 你是有問題要問 對趕快給你時間問問 對 只是提一下而已 也沒有說 不會啊 驗屍官很好看啊 我非常喜歡啊 因為那個 那個什麼 上個禮拜如果 也沒有 幾天前如果有看這個 八個小時實況 就知道 飛線星在那個 實況裡面是非常非常的 堅決的推我們看 我們在那個時候 三點多睡眼心鬆 然後我們還 被迫看了這一支 恐怖片 你知道 然後 熊寶那個 整個座如征戰 我都覺得他都已經 ㄍㄧㄧㄚ痴到那邊 他快要凍結了 你知道 你的 好吧 夜市觀很好看 對 可是 怎樣 那個啥熊寶你的那個 錄音環境不好啊 我有 不定環境 因為那天要看什麼可能會看院線 大家一起看怎麼會看院線 哭杯也很好看 哭杯我其實覺得算是台灣B級片里程碑 我也這麼高 真的真的就是 其實他如果你用全世界的標準來看 他不是多麼好的B級片 但是如果你以台灣的水平來看的話 這台灣人從來都不敢做也不能做的事情 而且其實我覺得以我自己的觀察 他實在B級片裡面尺度也算是清淡的 就是那個也不過就是特殊化妝而已 我從頭看到尾 我並沒有因為他的那個臉爛掉 或是血漿很多我感到很害怕 我頂多就是手指被剪斷的這段事情 我被驚到但是其實在任何影片裡面 任何電影裡面手指 你任何一部片手指被剪掉 我都會被嚇到啊 對啊 所以不是那部片厲害 是那個他就是中我的罩門 我就是不喜歡肢體斷折的畫面而已 對啊 至於內容 貼近生活 我覺得場景在台灣比較有感覺啊 嗯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還好 因為他沒有那麼的 因為他那個戲感太重 你知道嗎 不會讓我忘記 不會讓我忘記 他們在演戲這件事情 就是有人說有個角色叫韓國瑜 不只一兩個角色韓國瑜啦 只是沒有沒有 這 我基本上覺得以娛樂感來講 他的演他們的演技是有到位 但是因為這這部片的 表演稱之不齊 所以我比較不會 自然而然的融入這個情緒當中 當然我那天看片的 那種的環境也 也有影響啊 我後面有一直跟著馬大這個解說意 然後 旁邊又圍一圈人 其實我其實 然後再加上我們那天看的 那個什麼 以後 如果要看的話 先通知我會把我會把音響 搞好 因為那一部片的那個那個 我們怎麼在看電 看了那台電視的音響其實 很尖銳 所以也不會有什麼因 因為音效而讓我 那一部 這樣子沒有不太可能 所以 他是減損了非常多的感官刺激 所以我都會用比較 粗細的方法來看這部片 對 必須說當天因為 尤其是剛開始看的時候 馬大一直很興奮的講解 所以很多時候其實他是 文系希望你沈澱情緒 然後去融入氛圍的部分 全部都 全部都在對談當中度過了 所以到最後其實 因為我們去電影院看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是感覺很不舒服的 可是因為那時候就是 前面的氛圍已經有點被破壞掉了 大家比較輕鬆 反而後面他真的開始要 讓你不舒服的時候 大家就是 還沒有 我自己覺得 可能就沒有 進入那個 那個情境 然後就會覺得 怎麼你做的這麼 怎麼荒謬這樣子 就可是就沒感受到 他想要給人的那種 恐怖的力道 否則 否則 如果這部片真的 像 柱哥講的說 他在全世界的B級片都還好的話 那他怎麼可能在 現在這麼多 各地的B級片影展都獲得肯定 所以他肯定 有 做到一些 就是連外國人看來也覺得說 還挺特別的地方 那當時 這也是為什麼當時我啊 然後 然後大俠啊 都很推這部片的原因 而甚至我跟大俠 我們都覺得說 其實我們在電影院裡面看的時候 是有一點點覺得 某些地方會讓我們 有一點害怕 或是覺得說 哇 這個太太那個了 蛤 喔 那你們看 不會吧 應該說這種片現在很少了 這種片現在不多了 是啦 對對對 不多了 但是我其實真的覺得他尺度算是 就是跟以前的那種 B級片比的話可能不夠啊 可是 現在應該幾乎沒有了 現在 現在 倒不太到了 這麼說還好 這麼說 好 還是這樣你要說什麼 我是覺得說他的那個 驚悚跟恐怖的方式 不是那種在夏年那種 他給我的那個震撼比較是偏向是 在挑戰你的那個道德極限 然後甚至已經有點 超越了那條線 所以 那時候 我覺得只要是以 正常價值觀的人在看 酷杯的時候 你應該會覺得蠻震撼的 那時候 我那時候是怎麼做 我看完的時候會覺得很興奮說 喔 其實台灣還是 有製片方願意去投資這類型的片 可是我覺得很可惜他 沒有入圍金馬獎 因為我覺得這種片才是真正需要 我認為金馬獎太難了 因為連奧斯卡也 也很難的 容忍這種片 對啊 我只是覺得說他 其實資金比較低而已 他 其實 多一點錢砸進去的話 他 比如說美術再精緻一點 然後 燈光再精緻一點 調色再精緻一點 其實他是 非常非常不錯的一個作品 我覺得如果他的預算能夠多一點的話 他不應該精進的是 燈光多一點 如果你要講到他挑戰你的尺度的話 那對我來說他要做的東西是應該是 像那天哈利就有在抱怨嗎 他砍下去怎麼不 不給人家看到啊 他戳下去怎麼都沒有看到啊 他都會換一個角度 當你換到一個角度 就衝擊性就下降了 對不對 所以你自己想看看我自己 我被 我被衝擊到的畫面 是不是當場手指頭斷掉那一瞬間 對啊 所以對我來說那個才是 如果枯杯要做到 視覺之衝擊的話 應該是要做到這一點 那 他所謂的所謂的尺度 有啦 他有一些那種那個 政治不正確的 的描述 比如說那個什麼 老二戳眼睛啊 對 然後或者是那個什麼 熱湯淋淋 之類的 或者是 其實裡面也沒有露點啊 有嗎 人有一次了 很少 可是都嫌弄模糊的 對 但是就是露得扭扭捏捏 這 這不是他 因為他露得扭扭捏捏 就讓我覺得你 你 你又要衝撞 然後這邊你又 你又又在那邊 突然間看起來好好 萊塢的那種 擋來擋去 弄來弄去的 就讓我覺得你 你也 畢竟是沒做到 因為畢竟不過 呃 比如說我像我 我推薦你們可以去看一部 片 叫做殭屍托衣舞娘 那種 那種 就是真的在玩 就是在玩挑戰 但是他也沒有什麼 高大上的想法 他就是二趣味 對 但是光看這個二趣味 我就開心了 但是B級片就這樣就好了 不要想的太多 你知道嗎 對 所以 是啊 呃 殭屍托衣舞娘 如果你們看的話 你們是說 幹這有夠逼的 因為他 他故事其實也是在講一個軍方 然後經過一個小鎮 然後殭屍掉到那裡面 然後特遣部隊出來之後 他們穿的衣服 看起來就是一副 你真的是去這個商場 買那個什麼 買迷彩服穿上 就說你是傭兵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裡面幾幕有一幕是 我就看到那個什麼 就是那種在三更半夜看到那個 笑到我媽都上樓上都知道 我在樓下大笑 他們比賽什麼 因為你那個故事其實是在嘲笑 變成的殭屍 變成的殭屍的脫衣舞娘 事實上明明就還有意思 所以他們既然那個 變成的殭屍以後呢 他們的慾望 不只是吃人肉啊 他們慾望爭風吃醋 可能那個什麼 還有 誰出風頭這件事情 還在他們殭屍的腦袋裡面 對 所以就變成他們會 呃 人跳書殭屍 然後人寧可自己變殭屍 然後最後兩個殭屍的脫衣舞娘 然後就開始打起來 就開始 girl fight girl fight 然後那個時候 就突然間玩了 玩起了那個他們 那個 脫衣舞娘 常常會表演的極限運動 像所謂 他們的那個什麼 噴射乒乓球 好 你知道 脫衣舞的 其中一個那個什麼 才藝表演 就是噴射乒乓球 然後變成殭屍 脫衣舞娘那一段 然後噴射的變成保齡球 然後那時候大笑 然後噴出去的保齡球 像炮彈一樣 然後就 打破那個牆壁 這樣子 我就覺得超優魄的 超好笑的 對 就是 我覺得 呃 哭杯 哭杯 他有很多黑色幽默 但是這個黑色幽默到那個 其實又 讓我覺得他的這個佐料 真的有點太淡 但也許是因為我是常看電影的人吧 我才會覺得他太淡 當然對 如果他是對一般人的話 那 這可能就是馬拉鍋等級的東西 那 對 好吧 就是 必須講因為 嗯哼 其實聽醋哥的說法 就可以知道其實醋哥很在意的是 那個 那個畫面的衝擊感 就是 我已經有興趣了 那你不要這時候收手 那 我這時候覺得 那你接下來要幹嘛 結果你這時候 然後我就有點想失望 那 那 而且我還知道你為什麼收手 你也怕了嘛 對不對 或者是你沒錢啊 對 你沒錢我還能夠理解 那 有錢那你就多做一點 我倒不想要你拍燈光 拍的跟那個什麼 跟驗屍官一樣 那天我在看的時候 我也在講 驗屍官 喔那燈光真漂亮啊 對啊 對 你一看就知道 哭杯的燈光跟美術 其實就是 絕對比不上驗屍官啊 對不對 對啊 光是那個 光是那個屍體 哇靠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 美的美奮 當然那個目的不是這個 因為那部片 其實那個屍體很重要 所以那個屍體拍的超美的 但是你看 你可以注意到那部電影 驗屍官 他自己在房間裡面 然後他 打開燈啊 等那種畫面 哇那個光線之柔和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 我房間要是在掛這麼漂亮就好 我們實況現在那個什麼 斑明出的點 就會看起來很好看 對不對 就還會出現了我臉頰那個 皺紋的滄桑 然後還有他優心的那個角度 跟他的那個 立體感之類的有沒有 那你再哭背就看不到全光啊 對不對 然後當然他 裡面講他故意讓人的點 看起來很銳利化 所以他臉上的雀斑啊 青春痘痘看得清楚楚啊 對不對 可是那不是B級片的 我覺得B級片拍那種漂亮 好像也不對吧 沒有啊 也有B級片拍那個東西拍得很漂亮啊 比如像 如果他的目的是要讓你不舒服的話 假設像人造意識吧 人造意識他其實就是兩個人 然後他就會拍得很漂亮 因為他沒有要讓你不舒服啊 人造意識有啦 人造意識有想要讓你不舒服啊 對啊 不是那方面的 只是他們在拍那個東西的時候 還有還有一部叫那個Hot Candy啊 對那個 那個 那個女生叫什麼意思 靠北 我們兩個靈魂的那個女主角 對 你說有演過X-Man那個小女 X-Man的那個小女 他現在已經是男生了 什麼什麼艾略特 他現在已經叫艾略特了 艾倫佩基 艾倫艾略特 艾倫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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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早年出道的時候的一部電影 叫做Hot Candy啊 原焦什麼 原焦驚魂 就是一個男生 那部片只有兩個男 一男一女而已 就是一個男的然後召妓 然後召到這個女生 結果後來那個女生 結果用心理驚悚啊 那是他們在對話到最後 然後那個男生被綁起來 然後被 那個什麼被擱淡淡 被擱淡 被擱淡淡 被擱淡淡 被切啊 對 就變成那個女生其實是 在調男人然後專門在 在對男人做這種事之類的 然後但是那是邊 那是一個兩個人的故事 然後劇本就這樣子弄這樣 對 但是因為是 當然因為是好萊塢的獨立製片吧 所以好萊塢的獨立製片 他基本上在畫面上面的講 就是會有基本的那個要求 像之前當你們不是有討論過這個活埋嗎 活埋只有一個人嗎 對不對 然後活埋 活埋的一個人呢 燈光也是講究他 對啊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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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有機會可以再聊別的了 對對對 那個導演其實應該可以那個什麼 那個電視官導演應該可以記下來 因為事實上你可以知道 我可以感覺到他的手法是洗練啊 所以他之後 他有騙我其實會有興趣 對啊 來 來吧 我要聊孤獨搖滾 有人有看過孤獨搖滾嗎 今天剛看到第八集 看到第八集 我看前兩集而已 看完啦 孤獨搖滾 他他那個他們演奏的那一集是 第八集嗎 就是小孤獨那個 那個帥氣演奏 那你應該可以聊這個 孤獨搖滾 是冰露金的日本漫畫作品 與方文社四個漫畫雜誌 談 奇拉拉 MAX 2018年4月號客串連載 然後於2018年3月19號發售的 MANGATAN 奇拉拉MAX 他在連載 然後電視企劃 在2021年2月19號公布 然後他的 故事簡介是女高中生 又是女高中生 後藤一禮抱持著主樂團的夢想 卻因為不善與人來往 而無法實現願望 他在某天放學後被急徵求 這吉他手的伊地之洪夏發現 而音源加入了團結BAN 一同與山田良與喜多玉帶 一起開始的音樂活動 好吧 先講到這邊就好了 那個什麼 有看過的好像 還不少齁 陳佑有看過吧 看完了 你看完了 還有誰看一下 我有看過 我看完了 你有看完 我看前兩集 到八集 看八集 好吧 看一下喔 這麼多人看過 這麼多人看過 好看阿 好好看阿 我也有看 我也有看 好吧 那個 布萊恩先好了 看一下 剛剛講話是布萊恩吧 對阿 對阿 因為你跟那個RPG的生意 我會突然間有點錯亂 對阿 對阿 我有這樣講 Jimmy怎麼辦 Jimmy後來我分的出來 對而且Jimmy常常會搶 而且Jimmy常常會搶話 所以我會知道是他 對 對 那個布萊恩是一個安靜的所在 所以我就 我在丟球的時候就開始就想說 安靜的所在 所以我是跟Bogi講一樣的事 是道理 所以要先從安靜的人開始 安靜的 好啦 來吧 看完什麼感覺 簡單講 看完 感覺 沒有驚奇 只有波奇 只有波奇 對 我覺得這個角色 非常的 覺得非常有意思 很可愛 然後 主要是角色 他就是一個社交障礙的 小女生 對阿 對自己沒有自信 可是他其實又很渴望去交朋友 那他只要 因為 因為他平常就沒有朋友阿 所以他就只能自己在那邊談敵他 而且 都很喜歡躲在那陰暗的角落談敵他 然後 終於有一天找到 那個志同道合的夥伴 然後就開始玩音樂 然後開始慢慢敞開了心房 然後就是 可是我覺得這部 有趣的 一點就是 就是角色的造型 滿討喜滿可愛 就是他 會有時候就是會 比如說他慌張的時候 他會變 臉會變得很久 嗯 然後 會出現那種小劇場 嗯 比如說 欸 人家稱讚他 哇 你已經跨進了 一大步 結果他內心的AOS說 蛤 我覺得我已經跨出了一千步 結果那個 他的腦海裡面浮現的圖像是什麼 好像變成那個摩西 要找時間的時候 去攀登那個 嗯 那個階梯有沒有 呵呵 那個畫面 就馬上就出來了 嗯 我覺得他 最不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 角色常常會 突然 會有一種 可愛的小劇場 然後你會覺得 哇這個人 內心怎麼那麼有趣 嗯 然後有時候會跟他的 外表 會有一些衝突 滿有趣的 嗯 然後 對啊 然後 像他有時候 他除了臉會變很窘 不是有時候還會變成什麼 靈體 哈哈 對啊 那個 那個在後面 那個在後面 那個 他的他的團員 會跟他一起玩這個東西啊 對啊 那一開始只有他自己嗎 然後到後面 好像每個人都被他感染 每個人都 那個 就會跟著他一起演的樣子 欸他爆炸啊 然後他 他 他怎樣啊 哈哈 然後就開始鬥他 對不對 沒有他的幾個團員 後來會習慣他這樣 對 然後就 對 就跟他一起玩這樣 對啊 嗯 然後我覺得滿有意思的 就是 講說你要怎麼克服社交障礙 然後跟你志同大人一起去 找到你人生想要的那個目標或樂趣吧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是還蠻喜歡就是聽樂團的 然後 對啊 因為我聽流行樂 聽滿多日本樂團 但是我覺得好像在台灣 我不知道為什麼一直以來 樂團文化好像不是很盛行 好像一直到五月天他們紅之後 後面台灣才比較多樂團 我現在反而覺得現在台灣的樂團又開始沒落 大概在五月天紅的那幾年是 是獨立團 大概五六年 對那幾年是最盛行 後來嘻哈起來之後 搖滾又要下去了 近期又是嘻哈 在嘻哈起來之前那個獨立團啊 然後Garge Band啊特別多 像是那個 除了那個什麼 五月天其實算是 現在算老團啊 他當時算是新團 對然後 對 早期可能還有什麼佐水溪公社 佐水溪公社現在也算元老了 然後後來就看到什麼 董事長樂團啊 然後 滅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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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後期了 已經很後面了 很後面的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還有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名字啊 咪咪咪咪咪咪 那個團叫什麼名字 我熊熊忘記了 對那個什麼 拖拉庫嗎 不是拖拉庫啊 拖拉庫是那個 我比較有 記得的是那個 我愛夏天吧 對 對我那個 有漂亮妹妹啊 什麼 我愛拖拉庫 那個也是後面的 那個是他後面的 但是那是他最紅的時期啊 對啊 然後那個什麼什麼 小綿羊 剛剛是說張正月啊 拖拉庫啊 小綿羊感集是 等一下 等一下 小綿羊感集是哪一個團啊 看一下 喔 旺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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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福大概在我開始工作的時候 他滿紅的 然後女生 很多女生喜歡聽他們 對啊 就是感覺起來就是有個性 哇 在五月天之前 我差不多 我中的時候 就是90年代 初期的話 真正 台灣有 樂團 然後在主流市場有取得 不錯的商業成績 應該叫東方快車吧 對對對那是最早的 在80年代左右 對 對啊 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 然後後面中 中間一段真空期 然後到一直後來才有五月天 我印象中是這樣的 對啊 對啊 這個 因為像 日本的話 因為 的話 因為 如果你去常年 有常年聽他們的 那個流行樂的話 你會發現 其實他們一直以來 樂團一直是他們的音樂主 對啊 不管是曲風 或多麼變 可是樂團 一定是他們的一些 就是算蜘蛛吧 嗯 對啊 然後 我覺得這個跟 日本人的 個性有關 因為他 各 因為日本人 大家都講 他們是一個 比較注重群體的嘛 所以他們 會一起主演 然後一起 表演 我覺得 正何 何道理啊 可是呢 就偏偏 我們的主角就是一個 嘿嘿 想要跟人 然後 接近人群 卻 有點社交障礙 然後 有點 害羞 不好意思 可是 他其實 其實內心是渴望 要跟他接觸 但我覺得他在某方面 有點 怎麼講 悶燒吧 對 他絕對是悶燒的啊 他內心超熱情 可是他就是一定要有人去推他一把 或者有人去稱讚他 這時候他才 突然會想到 把 熱情 點燃出來 我覺得 在某方面 我覺得我也 有點像他這種人 因為 我在這邊 如果你不主動點我的話 我可能 也不太會 大家都在等著 大家都在等著 給到機會 然後心中想著 你只要給我機會 我一定會好好表現的 表現 對 然後我也是長篇大亂講的 就像熊寶那種 熊寶沒有 熊寶非常主動自己爭取機會啊 你們現在在講什麼 我沒有看過 熊寶是另外一種狀態 熊寶非常勇於爭取好不好 好 好軟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 也是跟我 對阿 跟我個性有點像 就覺得 還蠻有意思的 然後我覺得 他就是 而且這部的話 其實講來講白一點 他真正 有趣的地方 反而不是他真正在表演那個 表演的時候 反而他日常的一些互動 是有趣的 因為其實如果以表演的話 這一部的話 其實占的比例沒有到很高 嗯 嗯 對啊 主要是他們平常一些互動 比如說在打工啊 嗯 然後 欸 就是有一些私底下的生活互動 就蠻有趣的 因為 欸 主要有四個主角嘛 然後 小孤獨 然後厚藤一禮 我覺得 呵 作者請他名字超故意的 孤獨 一人 日文就孤獨一人的意思啊 嗯 對啊 孤獨一禮 對啊 孤獨一禮 孤獨一禮 對啊 孤獨一禮 孤獨兩人 對啊 孤獨兩人 孤獨兩人 沒有啊 他就是剛好順勢這樣排啊 對啊 然後 他另外一個什麼喜 許多玉帶 嗯 他名字也有梗啊 他名字就是 去了 然後回來 海 他不是 中間有落跑 然後是被人家 逃走的吉他 逃走的主唱 對啊 逃走的主唱啊 然後他跟那個 另外一個 就是 團長嗎 嗯 那個 洪夏 兩個都算 就是比較偏陽光型 他跟小孤獨 是對照主 可是這兩個雖然是陽光型的 還是有點差異 嗯 玉帶是比較 欸 是熱情活潑 可是他比較 隨性 可是你看得出來 那個洪夏的話 是 他是什麼都要掌控 然後就是 計畫什麼都要擬定好 然後每次開會都要 欸 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都要 哦 他是組織型的人 對他主織型的人才啊 他 然後那個 玉帶叫他 屬於魅力型的嘛 對 就是他用他熱力去感染 然後你看 涼 涼這個就有意思了 涼 雖然他沒有像小孤獨 這樣 害羞 可是我覺得他 在某方面 他反而比較孤獨 因為 他有時候反而 不會跟其他人一起團體行動 而且 很有趣哦 他有時候 像 那個 玉帶或者是 那個誰 洪夏 要約他出來的時候 他反而 沒有 不會出來 而且他 常在邊用奇怪理哦 譬如說 我奶奶在什麼 觀察期 關鍵期 對關鍵期 結果 結果畫面轉 他人在那個 唱片行裡面聽音樂 對 對 比較喜歡自己一個人 他不是 小孤獨是怕孤獨 想要找人一起玩 可是他不一樣 他是單純的 只是喜歡一個人 對 在某方面我覺得 那個 梁反而 更 梁是真的宅啊 他還蠻明顯是真宅的 對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 我們那天吃火鍋的時候 就有聊過這個人 對不對 梁的情況就是 我們那天不在聊 誰是巢 誰是宅 對 他的宅度 大概在最後一集就跑出來 因為他們去挑吉他的時候 就整個他 他突然間 限入那個解說義模式 限入解說義模式 是很標準的 宅宅的行為 你知道 就是很想要告訴人家 這件事 然後講個不停這樣子 對 然後 然後 他有點 那個 預解吧 對 他其實是很多人 會印象當中的搖滾酷妹 你光是從他的服裝造型 就可以感覺他其實 他很時尚 他穿的衣服 每次都覺得 哇這女生好酷喔 對 就是看到而且 我都會想說 我剛我看到這樣子的人 我會不肯過去跟他攀談 對 但是這種人的個性 事實上他意外天啊 通常 通常後來有認識 都會發現這種人很甜 但是他穿這種衣服 就不願意跟人家對話說 你就會覺得他好像只是在 他好像就是那個什麼 不喜歡你不歡迎你啊 對啊 好吧 沒有啊 我覺得他個性就是 喜歡獨 獨斷獨行 這真的是獨行俠個心的那種 可是我覺得他其實也蠻依賴 他的夥伴們 他事實上還蠻依賴那三個人 對 就是 但是他不會表達出來 可是 他就是 你就是玩他就對 你只要盧他 然後他其實會 可能就是 還是會給你依靠的那種感覺 像一里在裡面常常 小孤獨在裡面 事實上常常最後求助 是 是他在點破的 另外兩個人 其實有好像變得很難幫他什麼 對啊 沒有那個什麼 紅毛 事實上是到最後有支持他 就是那種 感覺起來這兩個人應該是 如果是百合的話 可能這兩個人會在一塊啊 尤其是最後一集啊 最後一集那種感覺就是 哇 那個紅毛就是 感覺起來就是喜歡 很喜歡一里啊 很喜歡 很喜歡小孤獨 小孤獨在這個 遇到問題的時候 是他來救的 對啊 對啊 我覺得這兩個人 可以共組CP 對啊 然後那個 應該說 然後這部也 滿有意思的 他 沒有好像特節強調什麼 熱血青春的 反而講的 還滿 生活話的 比如說還 就是在表演還要幫忙賣票 然後賣票 過程 就會發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然後就拉票 然後 然後 就是 發傳單 然後 賣不出去 然後中間遇到 你就那大姐姐 喝醉酒 醉鬼 對 而且他喝 而且我覺得他分享的那個人生價值觀 還滿寫實 喝酒可以忘記人生的那個什麼 人生的痛苦 對我看你就是一副會喝酒的樣子 每次都說 什麼循環 沒有沒有 我覺得他的小劇場很恐怖 這小劇場 每個人看著都說 啊幹 這個就是我們以後會發生的事情 越看越怕 老人就會這樣 因為人不想長大就這樣 長大就要面臨他這種狀況 社會好恐怖 不想要工作 社會好恐怖啊 對 然後以後會變酒鬼 然後那個 大家都 大家好像都去過什麼 他們好像都過了很好 都有自己的人生 唉 算了 就像我 好歹我高高中的時候也曾經 輝煌過那麼一點點 然後就越想越害怕 幹 好恐怖 對 好吧 那種 人 人 就是 如果以後事業成功 就算了 不成功 我覺得他可能就真的 很可怕 他裡面不是還有一段他 他 他想像中自己去跑業務的那個故事嗎 對 然後那個也是 賣那個什麼 那個點心 賣保險嗎 沒有賣那個點心 賣點心 然後大家 因為聲音太小聲 根本就 然後每個每天每個月 業績都是最後一名 然後老闆還那個 主管還特地挑出來講這樣子 然後 於是他到最後又趕出去了 又在房間裡面喝酒 又在房間裡面喝酒 好寫實啊 幹 好寫實啊 你色處的色孔 不只這個寫實啊 我們常常說 什麼窮的要吃茶 哇 這部真的有人在吃茶 真的有人在吃茶 沒有那個 可是我覺得那個有點自找 因為他都 花錢花太兇 你知道嗎 這些都花 可是 可是好像都花在跟音樂相關 對啊 那他就是宅宅啊 你看我們每一個不是在那邊買周邊 然後什麼 然後最後沒錢 這樣子 那但是他有很多 你知道他都會裝可愛 然後要求旁邊人 那個時候請他吃飯 你知道嗎 那每次都是 一里魚請他的 然後最後連那個 他們店長看不下去 最後 才叫他趕快還錢 你知道嗎 而且有一集不是連那個 那個 喝醉酒姐姐也 也跟一里借錢 最後店長看不下去 就把他們兩個 拖過來 拜託你 完全跟人家 說聲不好意思 好笑 天啊 很可愛啊 他裡面的小劇場 都很有趣啊 不過因為他本 他的本質是四個漫畫 四個漫畫 本來就是非常容易做梗的 像 其實很多那個改編成動畫的 超爆笑的那種 那個什麼 的日常翻 他本本體都是 四個漫畫 像我記得遊戲三人娘 好像就 遊戲三人娘是四個吧 我記得 然後 不是四個 然後那個 那個是什麼 校園漫畫大王 是四個 然後什麼 少年 什麼 高中 男子的日常 好像也是四個 對 好 就是四個 因為四個是必須要在四個畫面 就立刻做一個笑話 做一個梗 什麼的 所以他改編出來以後 就是 就是我看到節奏怎麼快 這樣子 對啊 馬上就有梗 對啊 OK 來吧 繼續 然後 我覺得他那個 有趣一點 就是 上次好像有講過 就是他那個 他彈的音樂 之後 手指那個 動畫 做的 不錯 然後 好像 你們好像上次有講過這個 對 就是上次在寫包握的時候聊的 對 可是我對這個 比較 沒有深入的研究 但是我可以看得出來 他做那個 動作跟律動 跟音樂的配合 是 做得不錯 甚至有時候 他好像有點 Rutcher的時候 也有把那感覺 稍微做出來 就是 他有時候好像 要繞牌 或者是 就是已經 欸 談不太下去的時候 他也有把那感覺做出來 我就覺得 欸 感覺都還不錯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部算了 本技霸權 本技 真的是本技霸權 對 本技霸權 對啊 可是 就是 小品 然後輕鬆 然後看了 無負擔 也沒講什麼大道理 但是 滿有趣的 對啊 他也沒有像很多那種 日本 動漫 好像一定要什麼 很王道樂習啊 我一定要做什麼大事情啊 沒有啊 他就表演 然後 日常生活相處 對啊 還滿有趣 又有趣的 然後 JK就是王道 啊 JK就是王道 而且 這部 蠻特別的 好像幾乎都 沒有男性的 角色對不對 有爸爸 男性沒有臉啊 爸爸沒有臉 還是存在感也不錯啊 就是幾乎 這部都是女生嘛 就是女生的戲 對啊 那不是還好嗎 不能畫本質了 不能畫本質了 沒有沒有沒有 他本質超 他本質現在超熱門的 他本質超熱門的 對 他本質超熱門的 因為像我剛剛不是把我那個臉書的粉專 就是把那個關鍵字放孤獨搖滾 裡面有一堆那個小孤獨的那個 大孤獨 小孤獨的大孤獨 穿女服裝 那種 啊 什麼戲 可以啦 一定一定有 一定有辦法 現在我都已經有看到了 還蠻多 而且可能是這個 我目前看到那個比較在那個同人界裡面 真的畫到那個什麼 亞拜的就是那種不行 糟糕的那種故事的本子大概就是 都是在在畫那個姐姐 那就是 為了要維持酒吧 哈哈哈哈 對對對 對對對 要下海 然後這個從 又回到那個這種故事內容 對啊 然後還不能讓妹妹知道什麼之類的那種劇情 對 好 有點想看 你想你有心找都找得到啦 對啊 而且而且應該是他作者本 作者本人也其實好像不太避諱這件事情 他在自己的推特裡面那個也是 有人畫 有人畫那個清涼圖 他自己也都會轉po啊 你知道嗎 對啊 而且他自己也有趣啊 因為他最近那個 日本人也有同人展 然後他自己 他還到上新聞 因為他他有去參加這個同人展 然後但是他的攤位實在太多人 所以大家就把他協調 然後就 讓他到外面自己一談這樣 然後外面自己一談 超多人排 然後想說 哇看你去參加同人展 那個什麼 孤獨搖滾的作者也這麼孤獨啊 你知道嗎 就在外面自己一個人 但是幫好多人排隊喔 對啊 好吧 OK Alright 然後我覺得 然後我覺得 看這個的話 就蠻輕鬆的 就是啊 有時候 輕鬆無辜的 就是 他跟那個 一般那個 日本漫畫常常強調 什麼 遠大的目標啊 什麼熱血啊 什麼 就比較不是那種形象 然後有時候會覺得 欸 看完之後你會覺得 欸 人生啊 就是 有苦有熱 有時候呢 不要想太多 不要往未來想 也許是個好事 就把現在 自己做的事情 做好就不錯了 我覺得 還不錯 而且他用的那個 幾首歌 我覺得也不錯啊 然後那歌詞內 其實有 反應的角色的心情味 就還不錯 嗯 你知道嗎 Alright 好 來 看一下 還有我看一下啊 還有誰看過 剛剛提到那個 舉手 下面不要 舉手要怎麼指 沒有 不用就講話 就回話 R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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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 欸 其實我覺得 這部戲就是 就是一開始因為 就是知道他也是從那個 好像是 FB還拿一開始有在 推這部戲 就這部動畫 因為其實這一季的那個 霸權動畫 還蠻好 一開始不是他 呵呵 這一季 嗯 對 一開始有什麼 波吉塔嗎 那個那個 煉巨人嗎 然後還有那個 間諜++9 這兩個 對 然後還有路人超人100 然後 跟藍色監獄 就這幾部都還蠻好 對 然後後來就是 背不知道背好像也是 可能是看到處大 或是誰推薦我 我想說那個 中午我在辦公室 就想要沒事 我就看一下 嗯 就一看就 浴霸不能 嗯 一個中午就連標三級 然後回去就馬上把他後面一趟 嗯 然後就開始那個 無限的周更 就等周更的時間這樣 嗯 對 然後我覺得這部 就是我自己好看的 我覺得好看點是在於說 他 有很多那種 就是剛剛那個是 布萊恩講 他的日常的部分 我覺得很好看 嗯 然後 而且他用 我覺得他有很多 就是他是 我覺得他笑點蠻密集的 嗯 那個是一個效果 然後再來是他對於很多角色的 就是很多動漫的捏他 就是他會用一些 比如說他有一集是 忘記怎麼樣 就是好像被鴿子還怎麼打 然後就整個躺在那邊 嗯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你說有 有這個七龍豬的梗 對對對 有七龍豬的梗 然後還有像 他那個 做模型的那個梗 就是他後面被 他的 就是 紅毛在那邊 修下巴 然後什麼什麼 喔 用那個 用沙子磨 用沙子磨 磨太尖 磨太尖 沒關係 再修一下就好 對 然後 那個什麼 那個畫風 對啊 那是一個遊戲的畫風 喔 然後還有那個 像什麼 他還有一個是 他在玩那個 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 神機錯亂 他就那個 就是 他裡面塞了很多這種 就是你如果 越 越 越窄的人 越窄的人 會越懂 對 他裡面有非常多這種 就是有些梗 你可能如果你 你不知道的話 你就覺得好笑 但是你帶路感 沒那麼深 可是如果你 還有一副 他變成好像 畢卡索的話 那個抽象畫 那個 那他有一個是 吶喊吧 就是 吶喊是後面 就是 吶喊不是 反骨啊 不是反骨啊 我不知道 我對那個 那還是孟克啊 孟克 OKOK 對 反正他就是很多這種 就是很搞笑的梗 殘在裡面 可是我覺得他有些 算高級梗 像畢卡索那個 如果你不是那種 對美術 藝術有興趣的人 可能 可是你應該 就是他那個 我覺得算 反而覺得像大眾梗 因為畢卡索 這個是日本大眾梗 那段對台灣人 太強 可能就是 我覺得台灣人 是高級梗 是嗎 可是 皮卡索那個年代 很 很那個啊 我覺得日本 因為他的 在那個 日本的一般 一般人的那個 嘗試跟台灣人嘗試 是不一樣的 這個之前我在聊 那個遊戲三人娘的時候 就已經有感覺 尤其三人娘的梗 其實是常識梗 但是在台灣人看起來 完全是那個高級梗 三人娘 因為有一些人 就是看完這個 問我那個是什麼意思 我才跟他講 就是很多人不知道 對啊 真的還蠻多人不知道 其實像剛剛 你誤論 吶喊為泛骨 其實這個就是代表台灣人 普遍不是那麼知道這件事 對啊 孟克大家不熟 但是大家都很熟 那個吶喊 哈哈 對 那就是那個吶喊 而且為什麼會熟吶喊 我覺得熟吶喊 還是因為日本漫畫的關係 因為很多很多漫畫家 會會把那個梗置入 對 我最早看到就亂麻 亂麻 那個亂麻二分之一面 就有發 就有就有出現過 就是他們很害怕 或者就出現吶喊的臉 這樣子 對啊 而且他也有致敬別種漫畫 跟變得雪白的會 對那個不是叫小拳王 小拳王 小拳王 對小拳王 畫成灰的那種灰 對 所以他有很多這種 這種 就是你看的越 二次元越多 你就越能夠帶入這裡面的梗 對 我覺得就是一個好看的 窄窄梗 窄窄梗 對 窄窄梗 所以我覺得這部戲蠻 我覺得他做出來感覺是為了給窄窄看 就是他的 他的那些點就是你身為一個窄窄完全遲到 就是 說像他那個色孔好像有點太over以外 但是 像我們這種 就是我們身為窄窄也多少能體會到他的 就是對於他的就是那個色孔的那個 像他不想去說不想去上發達聲 然後那個高中載學 然後就成為大歌手來賺錢 這種 就是這種 這種想法 然後就是像我們這種 有窄窄 不想面對社會的窄窄 會想要 去跟他有共情 就跟他有共情 所以就覺得這些點我們都能給得到 然後再來就是第二個就是看他的那個 就他其實就是他也有 除了搞笑以外 他也有犯腿主角的成長在裡面 因為從一開始的就是很害怕 那個跟人家接觸 到後來被拉了團 然後第一次表演 然後後來就是靠近的領力去hold住那個場 把那首歌炒熱之後 他被他團員認同 那這部分的成長是觀眾其實 看到那集的時候都會忍不住 我看完看完一遍之後 可能再刷一遍的那個 有那種熱血澎湃的感覺 對 然後不過他他我覺得他裡面有個很好笑的點 就是那個小孤獨很容易 就是前面那個 不然以後提到很容易 就是尾巴很容易翹很高 就是別人稱讚他一下就說 那我就是要馬上變得超級有超級有名的 然後我要馬上出到什麼 然後就旁邊那個藍帽 就再抽他一下 所以其實你 就是我覺得蠻好笑的 對 然後可是 就是我講一下 就是我最後覺得有一個稍微小小的缺憾 就是他最後一集啊 就是雖然說大家都覺得他收得很好 可是我反而覺得有一點點就是他那三首歌好像沒有他剛開始在他那個在地下霸的那個地方的第一首歌第二首歌那麼難 就是那個那個 攔起來的感動 好像沒有當中 就是 你說第八集嗎 那時候 就是他 開始帶大家往前 就是大家都怕的時候反而是他在帶大家的 對對對對對 我覺得就是他好像結尾沒有給我 有一種再推下一個高峰 反而是有點下滑拉到有點好像平淡讓他穩穩的過就算了 嗯 這個這個感覺 就是 我覺得有點 可能一點點小小的挑剔 失落 但他也 嗯 嗯 怎麼樣 你會覺得失落 有點失落 就啊完了啊 就這樣玩了 對對對 就是這樣 嗯 然後 他那個中間有一些那個 那個 就是我 講在講那個二創的部分 我覺得那個不知道是那個製作主故意放進去還是怎麼樣 他就是 就自從那一集開始就是那個 他那個藍毛不是說沒有錢 然後說要就是叫小小孤獨拍的很輕量 然後去拍YouTube什麼什麼 嗯 對 那一集之後那個二創分分就是大孤獨分分都跑了出來 嗯 不知道是不是 製作主故意了 製作主故意了 沒有沒有據說在漫畫本體就已經提到 哦我有我有稍微去找了一下他們的前幾回來看啊 其實前幾回作者其實我反而覺得動畫還把尺度收了 因為 記得前兩集有一段他是為了不想要去不想去打工 所以他拼命的啊 是不想表演還是不想打工就把自己泡在浴缸裡面的那一段啊 那一段他穿衣服穿的比動畫還少 然後他自己拍那個什麼 拍YouTube的時候其實就已經 對也是不露點 已經有一點點 對已經有一點點性感風了這樣子 所以他的這個吐槽到動畫了我就覺得 這也是我覺得作者事實上並感覺起來不是很忌諱 不是很忌諱 不是很忌諱這個什麼情色議題啊 對 哈哈 不忌諱可以畫你翻譯 對 就是他自己我覺得他自己好像也也在玩這個東西 他自己好像也感覺出來 頭難場好像就一定會玩這個話題這樣 我看到的是那個什麼 原版漫畫是穿內衣啊 對啊穿內衣啊 動畫版穿上死褲水 對啊那 可是我是覺得 對動漫咪來說 其實死褲水比較有吸引力 我是覺得內衣的尺度比較大 對 但是他現在要動畫裡面 可是對於仔仔來說 其實死褲水魅力比較大 好吧 我沒有那麼喜歡 我沒有那麼喜歡那個 你知道嗎 OK 好吧 那個不是死褲水是學校泳衣吧 他是穿學校泳衣 對啊 他是學校泳衣 不是那種燈籠褲什麼東西啊 對啊 那個死褲水是燈籠褲吧 是不是是不是穿那個什麼 運動褲然後穿運動服這樣子 不是嗎 還是那個其實也算 我也不知道 好吧 死褲水就是藍色泳衣啊 死褲水泛指學校那種泳衣啊 對啊 有幾個版本 好 好吧 這話題經過 對 不要糾結 對 繼續吧 反正總而 就我做收尾就是這部區 我滿 滿推的啦 我覺得會來 這邊聽觸大那個 的電台人 就是那個 我們現在直播人 會聽直播人 應該都吃得到這部動漫動畫的電影 所以 你說太早 我說太早 哈利是吃不到的是吧 哈利吃不到的 哈利吃不到我也不意外了 然後 然後 因為我其實也滿意外 他就是後來會變霸權 因為我知道他很好看 沒想 可是沒有想到那麼多人覺得他 這麼好看 就是他居然拿過 拿過見捷加加九 滿意外 因為見捷加加九 對我來說 他是出圈的作 就是我同事都在問我說 欸你知道見捷加九嗎 我女兒都在看 對啊 他突破了同溫層 他已經進入大眾領域了 對啊 對啊 可是孤獨搖滾還是 孤獨搖滾比較難啊 對 因為見捷加九很明顯 在課課程上面 他光是講那幾個角色的設計 是幾乎每個領域都可以 有他們自己喜歡的人 粉領族可以喜歡太太 也可以喜歡安妮雅啊 然後那個黃昏黃昏也夠帥啊 所以粉領族會喜歡的 女生可以喜歡 然後小朋友也可以喜歡 因為安妮雅的故事是 對喜歡安妮雅 然後男生我們也是喜歡 因為裡面那個耿扣好笑 所以我們也愛看啊 然後他的匯豐那個就是 他的那個動畫的那個 質感是夠高的 所以我們也是喜歡看啊 所以他其實可以跨領域 你看就是像最近那個安妮雅搶銀行 也很明顯他就已經 他已經離開同溫層進入大眾領域了 對啊 所以接下來要有反論 來哈利你看了兩集 看來是斷更是吧 我看兩集 因為沒有其實 我其實是想想打算把它看完 因為主要是目前看到兩集 我還因為我其實是比較渴望 他有個主線故事啊 像剛剛說 可能你看過原作他是四個漫畫 那就對啊 沒辦法 可能就沒有主線故事 因為我當時看的時候 我的印象是感覺這個東西 像是之前 好像高中的時候看到有個翻 叫做那個我不受歡迎 好像都是你們的錯 就是這一部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他的類型其實差不多 就是一個有社交恐懼人 然後一直在內心小劇場 然後就是在 對那種厭世的那種感覺 什麼的 因為我當時主要是看是因為 當然因為這個東西已經 熱到就是說我躲不開這些東西 然後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 我的客戶都會叫我 就是說那個 什麼 叫我畫圖啊 不然就是叫我做挖什麼的 嗯 然後所以我就是想說 啊 雖然我沒興趣 可是想說做一點功課什麼也好 嗯 然後我去看的時候其實就是 欸我其實對第一集的 開頭還蠻有好感的 剛開始看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覺得 剛開頭的時候就是他有大概 蒙太奇描述一下就是說 他沒朋友嗎 然後到 國中的時候 然後看了一個電視節目 然後才跟大爸爸借吉他 嗯 然後我當時看到就是說 他在這個第一集片頭之前 那個蒙太奇描述 我覺得他的作畫很不錯 而且就是說 我覺得這一部應該是 算是 背景化的很好的一個動畫 因為他都蠻精緻的 而且就是說很多特殊角度都有用出來 然後就是因為 就是在片頭之前 他的作畫其實都很細膩 就是說因為他當時還是留短頭髮 我會看到就是說 攤坐在沙發上面 頭髮那種 有點倒下來那種 柔軟的感覺 然後 可是我知道就是說 過完片頭之後 他又變回 就是說我之前常常說 就是說 呃 角色差不多只有半身像 然後這種那種描述 就是那種 而且甚至就是說 像 我之前所說的 就是說可能有 3D套2D東西也有出現在我眼睛中 就是尤其是他有很多角度是那種 攝影機放在地板上 然後去 拍角色 就是說 腳步走過去的 就是我每次看到就是 應該說他每一個這場鏡頭 就是拍腳步走路鏡頭 應該全部都是3D的 所以 至少沒有那麼刺眼 沒有那麼明顯 可是就是說其實還是看得出來 嗯 對 所以 我 因為我 像剛剛你們大家所說的就是說 你們其實看到這些 呃 怎麼講 有種 社群恐懼症的梗 其實很有趣什麼的 而我其實理解就是說 這個東西會紅的原因 就是說因為他有去擋動到 差不多 應該說幾乎所有的 呃 這個圈子裡面的一個共同點 或是說日本人的一個 通病什麼的 可是就是說 其實我沒有那麼喜歡的點是因為 他不是 不是沒有打動到我 或是說 這個不是 不是因為我沒有這個感受 而是說 我不大喜歡這種 不堪的過去 然後在動畫裡面 被挖出來 然後被把它當作笑梗 所以我其實在看的時候 我其實不是很高興 就是 我其實不會把這件事情 當作笑話來看 就是說一些 就是可能 過高中生的時候一些 那種獨自獨自窩在 窩在角落那種經歷什麼的 所以 這是我 沒有很喜歡 因為其實大家把這東西 當作一個笑梗 可是我不會 我其實覺得這個其實是有點讓 哇 我自己傷疤的感覺 所以 所以 我會慢慢的去看看 通常走出來才可以笑看過去啊 走不出來就 哇 現在還很痛啊 對 講出來就 沒有我不是說痛 而是說 我是說 我其實 我不會想要去 呃 就是這東西沒什麼好笑的 就是有點像 像是裡面有一個橋段就是說 那個黃毛幫他取一個叫小孤獨 錯號 然後小孤獨就是說 我有錯號了 為什麼 因為他之前都沒有錯號 沒人幫他取 然後他好像就是 有點 有點高興的把這件事情跟黃毛講 然後就是說 黃毛他聽到 覺得說 這東西沒必要講出來 其實這我也有經驗 就是有一種 就是說 拿自己過去的一個糗事 然後 然後 像人家知道 然後讓 有點像自嘲的感覺 然後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一個 很 很風光的一個過去經歷 來去讓別人了解我 所以我只能拿我過去一些 很醜陋的一個笑話來去 讓人家了解我 讓人家去認識我 可是就是說 這個事情 我其實到後面有一個自我 我的經歷就是說 你越這樣去做的話 其實到最後 你 人家在你眼中 你會變成一個小丑 所以 可是我並不知道 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有想法的人 而不是就是說 一天到晚說自己 就是有一些缺陷的小丑 所以 我認識 就是 我去這樣子描述那些人 其實最後 就有點把他錯看我樣子 所以到最後 我把這個印象矯正回來 其實過了蠻久一段時間的 所以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其實 不喜歡把這個當作一個笑話 就是說 其實我需要 有時候要去解決問題啊 就是 看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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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說 呃 也啊 可能就是 嗯 嗯 我不知道怎麼講 嗯 所以其實 我其實 我自己感覺就是說 我不會看到這些東西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這個這個 我也有這經驗 然後這個這個 很奇特啊 然後非常的 嘲諷啊 然後很好笑 沒有我沒有這種感覺 我就是覺得就是說 對啊 我也有 我也有經歷 嗯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經歷 嗯 可是 就是很寫實啊 可是就是說 我不會覺得這是好笑之音 像是說 如果 我們談論到什麼 校園霸凌的過去 嗯 然後 應該就不會有人認為這件事情好笑的 對 所以 這個應該是分程度而言 那 這個東西 我會不會看下去 其實 我應該算是會 可是就是說 不會就是說 過一個晚上把它追完 可能一天看一集 因為 我現在 有 有心想要看的動機 應該是說 看他 這個時代 這個動畫 怎麼去用這些技術 把它做還原啊 因為 像我剛剛說 我其實 我眼睛不在間 我還是可以看到一些 就3D套2D的一些 呃 一些疙瘩在裡面 所以 嗯 但是我覺得他這一部的 風景算畫的好的 對 就是用 所以他風景不是 不是照片轉圖片嗎 我一直都覺得有些 不是啊 感覺起來是拍照 然後去做 他們 他們這樣子的話 通常都是說 他們有實景 可是這個實景 他們只會描那個 輪廓線 他們只會去打 他的那個 那個 他的那個 舞台裡面 感覺起來好像 有點那個 有點直接轉的那種感覺 還有他幾個 有啊 可能是我看的還不夠多啊 也許我只看到第二集 所以可能也許後面會有 因為其實 你要實際上面去做出一個 不存在空間 其實還蠻困難的 就是除非 因為這個公司有資金就是叫 什麼室內設計師去設計一個 設計一個空間 然後叫他用那個 沒有沒有 叫他去用電腦去炫燃那些光線 才有可能 因為他這一部 通常就是說 我們有個實景 嗯 然後製作 製作主去那邊拍幾張照片 然後回去 然後回去 用那個灰色叫電腦去畫 所以其實是這樣 很多那種 劇場版動畫也是這樣套的 因為 對真的就是說 你要你要去設計一個 不存在空間 其實是還蠻困難的事情 比例那些的 我會這樣講是 因為他這個很明顯是 親近者啊 就是 就是日本的那個 樂團聖地的一個 他有很多名場面跟 有名的地點啊 都已經有人跑去巡禮了 就是這個 這裡就是他裡面的哪裡 這樣子啊 因為他 他還是 他一定還是要做 做處理啊 因為如果他真 因為又怎麼講 你就算他畫很精緻 可是他看起來還是用畫的 看起來是用電腦畫出來 用CG畫出來 因為 如果真的是 直接 直接轉的話 其實會 對 會出現一些圖 就是說那個背景過度寫實 就像我之前說 你有點像把2D動畫塞進 就是說我們的現實照片一樣 所以 對 所以差不多就是這樣 所以 我 我自己 我不喜歡 可是我理解為什麼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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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做結論 所以 不要 噴我 沒有噴你啊 不過我有點好奇 哈利你覺得我是小丑嗎 我還蠻講 我還蠻常講自己過去的糗事 過去的糗事 我覺得那不是糗事啊 我覺得那個叫做工作經驗吧 是嗎 是工作經驗嗎 我覺得 我有時候會講出來也其實很明顯的覺得說這件事情很好笑 對我以前做的蠢事 但是蠢事 我 我不會在意這種事 就是當當月過了以後才可以這件事情才有辦法 而且 我其實就就我的經驗這邊倒是一些經驗交流的跟孤獨搖滾到沒有什麼關係 就我的經驗事實上你 呃 大部分我遇到的情況多半都是用笑話來用自嘲 來讓對方更容易認識你 如果你要讓人家講你如果想要讓別人覺得你很厲害然後你講自己有多厲害這種反而很討厭 這是一種 你們剛剛說的那個 你們剛剛說的那個角色我覺得 因為我其實也看兩集嘛 對你們角色還沒有那麼觀察 啊如果照剛剛醋哥所講的話 我其實我好像感覺比較偏向說量那種 就是說那種藍頭那位藍毛那一回就是 我其實 怎麼講我自己不是那麼在意事情 我不會 我不會硬要參與討論或是參與這個話題 可是如果 你講到我東西的話我會就是忽然噴很多東西出來 可是平常我不會就是說我不會事情然後硬要去參與 然後然後去講出一些讓自己丟臉的一些往事 對 這就是我覺得如果算定位的話 對 這也是一種社交恐懼 因為你不習慣 我沒有說我沒有社交恐懼 因為這其實就是你不習慣人家講你 你不太習慣人家吐你吵 對 我有經驗有遇到某個社群 社群 社群名人 印象挺深刻的 對 他會在那邊講我還記得這件事情 他會一直聊他的事情 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呢 他總是告訴我會跟我說什麼什麼東西翻譯 他弄的啊 什麼什麼電影的片名字他建議啊 什麼東西 那只是有一次排隊 然後有時候有一次我就吐他吵 你上次那個什麼不是講這個那怎麼沒有這樣 然後就這只是開個玩笑 這是那種人跟人講話的那種 我跟你聊天 然後你跟朋友之間總是會互相虧一下這樣 結果我既然看到他臉親一陣紅一陣 然後頭也不回就走掉了 然後那個有點嫩住 如果你連這種程度的 你連這種程度的對話都無法承受的話 那我們很難對話 永遠都聽你講話都會聽你都講你好的 這樣子 那我就很難跟你做對話了 那其實這也 我只能說 在那個什麼能夠容許的尺度 我們必須要把水量加大 啊我至於我為什麼會這麼的擺讀不清 因為我在高中的時候大家吐槽吐得很兇 吐到那種 你知道就是吐到對一開始我也會沮喪啊 但吐到後來我會發現其實這件事情你沮喪根本毫無作用 就是你去順著他的意義那反而還沒那個人 反而還你自己就很把自己弄得很痛 那不然那個什麼你又可能回答 可是如果你的心態變成他就拉倒不然怎樣 你要有辦法去 攻擊回去 有辦法用同樣的強度攻擊回去看他能不能承受 他不能承受那這個人真的是沒風度 我都能承受然後我還能夠反虧你 結果你不能被虧 你不能被虧 那就代表你這個人只喜歡講人家不好 然後自己不喜歡被人家虧 對那這就沒有意思 我其實覺得互虧是ok的 對但是這個 你如果不能夠承受人家虧你 那其實這反而是超美風度的事情 對就是那種玻璃心 這沒有意思 對你可以虧我啊 但是我其實覺得在這一種情況 我們才我們的對話的幅度才有辦法變大 不然我之後每次在講話的時候 我這樣會不會我會被傷害到底啊 然後最後就是不會去找你講話 反正我不知道講什麼話都會傷害到你 反正太麻煩了 好 想想看對岸的情況 什麼東西全部都會傷害到他 對那那這個人到底還有什麼可以跟他做朋友的 我跟你講什麼你全部都受不了啊 我不知道你的心理狀況 可是有的時候可能是他們自己心裡面有問題嗎 對那當然啊極端的極端的自大玩玩其實是 就是自卑的展現有同等強大的自卑啊 不太願意人家提到這件事情啊 對那可是我問題是大家從平常不會是對方心裡面的回憶從 就是 怎麼會知道什麼時候傷害到你如果突然間做什麼都可能會被爆了嗎 那真的最後就不會去找你講話 就是變成自己的心理健康程度是變成你要能夠忍受這件事情 然後你也可以笑看啊 但是呢你也可以你要你要持平什麼叫平等 你可以笑我我也可以笑你這樣才是平等的 如果對方那個時候見不就是比如這也是我常常跟覺得有些女生很難相處的原因 他可以笑你是肥宅你就不能夠笑他愛吃 那這樣他就生氣然後可是他就可以嫌你這樣子嗎 那這樣你們兩個就不贏苦啊 對不對 我是覺得老實說有的時候他們在說我們是肥宅的時候 他不是在開玩笑他只是用他的開玩笑的態度去包裝他的惡意而已 對對對對對但是我這樣子弄他的時候他必須也要能夠承受 對那如果他要包 對不是他開我玩笑好像我知道你是包裝你的惡意 但是我可以假裝沒有這件事情啊 對啊但是當我這樣這樣子我們才可以 應該是說我心理人我相信人性本善大家都應該只是虧而已啊 我沒辦法去到隨時測度人任何人都有惡意你知道嗎 那這樣子又會變成那我就會躲著所有的人啊 對但是我但是我其實現在也不會這樣想啊 其實當當你開始覺得對方有惡意的時候你就會開始 覺得所有人都針對你啊 對這樣子好像活著也是挺痛苦的你知道嗎 好吧好吧這是一點那個什麼 我可以我從哈記的對話突然間感受到好像有點心理障礙 然後想說可以分享一下 對 好啦好啦OK 然後我看看這部也 主要就是有點像說有點像做試調吧 就是想說這種東西就是為什麼這東西又紅 然後想說去研究看看 嗯對啊 哈記說黑人只能接受黑人說尼哥 其實這就是奇怪的狀態 就是很明顯的黑人都還是非常在意其他的族群在講他尼哥是一種侮辱這樣子啊 那如果可是也就代表這個字到現在就還是沒有辦法變成 一個就還就代表這些族群並沒有真正的平等 並沒有真正的越過這件事情 然後還他還在在意 所以這件事情不突然就不能講 對啊 好吧 好啦好啦 我聽說我聽說如果如果黑人說白人尼哥的話代表那個白人可以可以正式的正光當正光大正大光明的回擊那個黑人尼哥 聽說有這件事情 不知道不了解同等的不了解他們的文化的情形 但是我要覺得能夠越過就是在通常要代表說這件事情其實已經在現實生活用 是不存在 已經已經可以笑看這件事了 要不然的話 這個字他對方會生氣就代表我看他這個字可能還是不行的 比如說像我們講原住民說他是環納 可能也會啊 對不對 對不對 現在好像講這個字可能好像也是個侮辱字啊 對不對 對啊 好吧 我想要那個字 因為尼哥其實如果一字面上就是英文本身他沒有貶義的意思 是說以前白人常常用這個就是用嘲笑的語氣去講 所以久而久之他就變成一種貶義詞 所以有時候是我覺得有時候也是要看那個講話的人他的那個語氣或者是他的態度 嗯 這也是有點關係啊 嗯 很多東西 就跟黑人吃炸雞一樣 欸 並說 欸 中國最討厭人家不是講姿娜 對不對 好壞 追的女孩 這個留言太煩了 追的女孩是原住民 又說他是在追心翻 靠北 哇靠 這好糟糕 可是好好地獄 好討厭 追心翻 呵呵呵呵 追心 呵呵呵 可是像中國不是很討厭人家講什麼 知那知那 嗯 可是知那其實 其實知那最早他是從印度語 繁文 過來就是印度那邊稱呼 中國 他其實一開始沒有任何貶義或包的 但是後來是因為日本人 拿去用了 然後日本人 就是對 中國人 就是有一點輕蔑態度 然後一直用知那 都會變成那個詞 到後來也是又變變貶義詞啊 嗯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 欸 請講 一開始 他可能不是負面 可是你用那個負面的態度 輕蔑態度一直講 變成那個詞 原本 可能他中性的詞 嗯 久了他也變負面了 我覺得到最後 歸根究底還是講話的那些人 是用什麼態度去講這句話 你如果是用輕蔑的態度的話 還是說你只是純粹說 半開玩笑 這個還是有差別 還有根本性的差別 對 總而言之 我的意思是 大家不要對這件事情 放到 這樣子是一種自我審查 這變成又是文治癒的一種 這樣子到最後對話是會很辛苦 我覺得那個 至少 本頻道的宗旨是希望 我覺得大家可以保有一定的 尺度的自由度 我應該沒有禁止你罵髒話吧 所以他這邊講什麼15秒 不可以罵幹 最近YouTube 你不存 巧巧把黃標規則 拉高 對 就是要 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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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他們的規定嗎 但是我覺得 男生 至少我以前 就是在那個 我們以前在大學宿舍裡面聊天的時候 什麼東西都通通來啊 這樣子 就是那個時候就覺得很爽很自由啊 為什麼要限制這種事情 我們其實也沒有什麼什麼意思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惡意啊 所以我其實還是希望那個 在聊天的時候可以保有這種 這種自由感 對啊 而不是我突然間發現 我不時不覺要講到 熱情的發語值啊 就 男生總是 不要這樣講 我 我這種人總是那個時候 會在不知不覺有一些 對任何事物的刻板印象 對 但是這些刻板印象也許也不是惡意的 但是那個 那就是刻板印象 但是 但是 在聊天的時候 你很難 有的時候要講一些東西 你必須要 我必須要讓一些人快速理解的時候 可能會不知不覺 必須要使用一些 刻板印象 來讓你突然間 就知道我要說什麼 對 那 有情話 算是吧 就是比如說 文青 文青 鋼彈彌 都怎樣 正妹 都怎樣 網紅都什麼 之類的 宅宅啊 宅宅也都怎樣 那都是一些那種 給你一個刻板印象啊 就是你腦袋裡面的宅 當然不是全世界所有的宅宅 全都是長那個樣子 但我跟你講一件事的時候 這樣子 你內心 是不是多多少少會有一點點畫面出來 這樣子可能有助於我在敘事嗎 對啊 既然我們可是搞影片的 搞敘事的 你其實就必須要知道說這那個什麼很多 其實電影劇本經常都是在利用刻板影響說故事 不然你要怎麼樣讓大部分的人立刻知道你要說什麼 所以 反而有的時候不應去逃避這種事 來吧那個什麼 看陳佑 對 陳佑應該追完了 對我追完了 我覺得我看這部片的時候 就是看 孤獨搖滾的時候 看第一集就有一個感覺 我彷彿又回到了當年 第一次看 灰夜姬的那個感受 我好像有在這邊講過 就是我看灰夜姬的時候是超級無敵 很痛 超級無敵有共感的 因為灰夜姬就是在講兩個 內心系超級無敵多的 的人 他們在 在那個戀愛上的攻防 那雖然我沒有像他們這麼精英 是我很懂的那種 一個人 內心系太多 然後結果搞了自己什麼都不能做的那個感受 如果 在這邊 常聽 常聽我講話的人可能也會 有點發現說我是一個內心系很多的人 那 孤獨搖滾他 他 剛其實就講了也是一樣 就是女主角厚騰毅力 他就是一個 社交孔劇症的女孩 然後他也是 內心系超多 那雖然哈利剛講說好像覺得說 如果 就是 就是這個東西好像他就不覺得好笑這樣子 但我自己會覺得 杜瑜搖滾這樣去處理 很可愛 的原因是因為 那種社交孔劇症啊 然後那種 你很害怕 是各樣的事情 然後 在生活上 自己造成困擾 甚至呢會常常覺得很羞恥 或是自己很沒用的這件事情 在孤獨搖滾裡面這樣子用 各式各樣很多很有 創意的方法去呈現的時候 我一方面又能 又能感覺有一點 就是啊對 這好像就是我 同情共感的感覺 可是另一方面好像又 我平常生活中在面對的這些 困難 好像在這個動畫裡面又把它 轉化成一個幽默可愛的事情 所以 至少我個人是這麼看啊 剛剛旁邊夢兔米撒好像也是 是說類似的狀態 是 我會覺得它有趣並不是因為 像把這件事情當成一個 笑料當成談 談之 而是反而是因為我們 可能多多少少每個人都有 經歷過類似的事情 嗯 是你不知道要怎麼去跟 去面對這個世界 然後你其實內心有很多 壓抑了很多有的沒的自己的想法 然後可是你又同時對自己 感到有一點有一點 害羞之類的 對然後 呃孤獨也要滾它在裡面就是用各式各樣 很好玩的方式 去呈現出來 對例如說像 第一集裡面有一個 有很多好 光是第一集喔 各位還沒看呢 可以先去看第一集就好 記裡面有好多很好玩的梗 像裡面就是講說 那個 呃女主角 厚騰毅力 嗯 他 以為自己呢 如果會彈吉他 然後如果別人都覺得自己是 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 玩團仔 這種感覺 嗯 想說 欸我這樣是不是 我這樣是不是就就能很受歡迎了呢 這樣子 然後 然後前面就開始講說好 那那我我要背吉他去 背吉他也不夠我還要背上那個什麼樂團的周邊這樣子 然後呢 就 全副武裝洋洋得意的去上學說 會不會有很多人來這樣子 觸擁我呢 結果沒有 一整天下來都沒人力 這樣子就 欸幹這件事好像我們 我們 多多少少都有做過類似的事情 就是自己做了什麼事 然後就覺得說 我只要這樣子酷酷的去學校 然後就會變成萬人迷了吧 結果其實沒有 嗯 對啊我以前就有說過啊 我剛上大學的時候 好以為自己只要酷酷的不講話 然後呢 女生們就會覺得 我很帥 就其實沒有 你 你自己在那邊 自己在那邊耍帥 你想太多了 沒有人理你的 對對對 對所以 那 那件事情 我在節目上好像也 也那個什麼 把他當 那個談之來 來講出來讓大家笑這樣子 可是可是在那個當下啊 就是 在在我剛進大學 然後發現都沒人理我的時候 那個狀況其實還蠻糗的 對吧然後 這個什麼 這個動畫就真的把他演出來了 還用一個相對比較浮誇的方式 這樣子然後讓你覺得說啊 很可愛 然後好像 內心裡面自己曾經發生過的這個 這個經驗也有一點被療癒的感覺 就啊原來這件事情也是很有趣的這種感覺 這件事情很多人都做過 所以他也不是什麼 令人丟臉的事 你知道嗎 就是當你可以 你可以越過的 就是代表說每個人都差不多 那 你也不用覺得說這件事情 因為我到大學才裝孤僻我覺得蠻神奇的 我國小就這麼做過了 沒有我國中的時候就這麼做過了啊 對啊 我可能會在女生 我覺得到大學才做這種事情 我會在女生面前做很奇怪的事情 一直引他注意 就是都會這樣子啊 我們在社會化的過程中 你不可能會因為沒有Gate到一次 然後你就永遠不弄了嗎 就是 你知道不然八加九追不到女生 他們就是基本上常在做那種 那個什麼丟臉的事 所以他們追得到 但是 但是我其實覺得社會化的過程 就是你要不怕丟臉 就是你要講出一些東西來 然後你 其實我覺得怕丟臉這件事情 其實是一種害怕失敗的一種恐懼感 對方沒有丟 你給你 丟球給人家對方沒接到 然後你就 幹嘛好糗啊 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你心中充滿後悔 對不對 但沒有啊 你當 你開始能夠接受這種事情 丟出去也無所謂的時候 這才是成長 你知道嗎 就是你要習慣你 要習慣失敗這件事情啊 我覺得成長就是習慣失敗 沒有什麼事情是丟出去一定會得到回報 或是你丟出去你希望大家一定要哄你 沒有這種事啊 對你要可以能夠接受 或者是 對方不一定會講出你希望聽的話 那這就是一種 你慢慢變成老人 你看到最後老人是不是 那個溫老輩是不是講話都沒人聽啊 但他還是一直一直講吧 我也會啦 我也會 你們這些年輕人 我們以後就變 我覺得 我覺得 巨位就在於說當這件事 曾經發生在自己身上 自己還沒跨過那坎的時候 你怎麼想都會覺得說自己超糗 超羞食的 可是當可能 例如說有人跟你分享類似的經驗啊 或甚至有人在這樣作品當中把它表現出來 你就會有一種感覺說 原來別人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而且原來這件事情 在別人的眼裡看過去 其實也不覺得你是有多失敗 或是你是 就真的是一個loser 反而可能會覺得 這個人也很有趣這樣子 我覺得 看後藤藝禮這個角色的 樂趣是在這邊啊 對啊 像 也是第一集喔 講說他們第一次要去演奏 因為 別校的兩個女生 有點在路上就看到 怎麼後藤藝禮背著吉他 就說 啊你會彈吉他吧 然後就把他拉說 我們 樂團缺人 你來彈吧這樣子 然後就所以 等於說 主角要跟 幾個 剛認識 剛見過面 啊 的 陌生人 要第一次合演 這樣子 上台前我們先第一次試授 這樣子 原本後藤藝禮還想說 我之前自己在衣櫃裡面彈吉他的時候 彈得很 好像很行啊 可能傳來很多人追 我合作的話一定也一定也可以 結果他們第一次合作完 結果 爆死這樣子 別人說 不如 彈得很爛耶這樣 因為他 只會彈他自己的沒有顧慮別人沒有跟人家配合 對 對對 然後然後那時候他的內心系又跑出來了也是一個很好笑的狀態 就是 這旁邊突然有一個那個OS就講說啊那個什麼 啊 他如果他雖然獨作的時候很強 可是如果他能跟 跟別人要合作的話他的實力等 等於呢比水澡還不如這樣子 然後就畫一個社會金字塔的感覺 他就是最下面 然後呢 他就直接死亡 然後突然 突然畫面上就說啊那個小孤獨因為呢這個演奏失敗 所以呢 這個灰飛煙滅 然後就寫一個完 然後就開始生字幕 人生立刻就結束 在祭中 對 只是一次立刻聚中 知道嗎 就是有一點在用一個很好玩的方式去呈現說什麼叫做 你在一瞬當中 一瞬之間 連性侵被打擊 然後呢突然就那個感覺自己好像社會性死亡了的感覺 我之前也講過啊 我不是講說我有一次跟 女網友出去 然後呢一見面的時候我講不出第一句話來 然後我馬上就覺得 自己社會性死亡了 就是這種感覺 啊這種感覺我發生在我自己身上我都會覺得 很糗這樣子 我也跟他一樣啊 我也想說啊 我的人生是不是 劇中了這樣子 可是他把拍出來的時候就 有趣 那雖然那就是 主角主要帶給 帶給我 甚至可能很多人都是一樣的感覺 就看到這個這個好像有點社交恐懼症的 的女孩 他的內心系跟我們 像曾經有過的小劇場 就這麼 這麼契合的時候 感受到的樂趣 啊裡面有一個我 最有感覺 就講說 欸 讓他們讓小孤獨去說你去辦一個Twitter帳號吧 去辦一個社交網 社交網站的帳號這樣子 這時候小孤獨馬上腦中的小 小劇場又升起來了 就 就是想說啊 我要辦Twitter帳號是什麼意思呢 然後就馬上看到在一個城市裡面有一隻 小孤獨也大怪獸 然後那大怪獸的好聲是 大家快來關注我 我想要交朋友這樣子 這樣子 我辦Twitter帳號不就是希望別人來追蹤我嗎 然後我希望別人來追蹤我不是就有點像是在 在求大家說你們來關注我好不好 然後他又覺得說 我幹不行我想一弄就 就太羞恥了這樣子 我記得他的意思是說如果如果 辦的Twitter的話 我的只要有人按讚啊 我就我就我的慾望會無止境的擴大 然後就變哥吉拉 對按讚怪獸 然後他兩隻大拇指是 然後在那邊跑這樣子 我懂我懂他在說什麼 因為當我自己做粉專的時候 你會在那邊 我這幾個讚 怎麼那麼少啊 然後什麼 在初期真的會有這種情緒啊 因為因為他們把 不管是YouTube或是臉書 他或者推特他都把 大家對你的關注這件事情量化 然後你的心中就會希望你能夠得到好成績 然後你就會開始做比較 然後你甚至會開始嫉妒別人 所以 就是你要你要越過這件事情 在初期的時候很容易就 會陷入這樣子的問題 而且還會跟人家吵架 還甚至還 還會出現比較心態 然後甚至還會排擠別人 那個 那個誰啊 然後怎樣怎樣 也有那麼多讚 那個 他們講這種的 你知道嗎 OK 謝謝 而且 我覺得他還有一點講的 也是很有趣的就是講說 我 給他做的比較的作品是哪一部呢 就有另外一部也在講類似社交恐懼 政的動畫 叫做古建同學 對 然後古建同學什麼什麼什麼 對 可是呢古建同學裡面 他描繪這個女主角 身為一個社交障礙者 就是一個 完全是一個雖然不講話 可是平常就是一個很端莊 然後很善良的女孩子 然後雖然我看的時候我也會有一種 心有氣機焉 就是我可以懂他的那個 別怕跟別人交流的那個感覺 可是 就覺得古建同學他到 看到第一季結束之後會有一點覺得 好像怎麼 沒 辦法一直感受到這麼有趣 就是因為他把那個社交恐懼症的狀態 寫得太美好了 對 就是事實上大 我想大部分的人的社交恐懼都並不是那種 呃 很很正經為座 然後很 很端莊優雅的感覺 大部分都不是 因為古建的因為古建的情況他很少從古建的角度講自己 他是從旁邊的人看古建在幹什麼 然後讓男主角去猜古建在想什麼之類 對 可是 古建 古建同學他的梗是講說那個古建同學雖然不講話 可是他的他的外形太有魅力了 別人 可能會以為他只是一個冰山美女 是 但小孤獨的那個有趣感是他只要一 就是什麼 一覺得內心有什麼衝擊 然後他馬上就 就貪成一坨的時候 然後他用那個畫面呈現出來嘛 就說哇你看他怎麼又 自己躲進垃圾桶裡面的那個旁邊的人嘛 馬上就可以看得出來說他在他在搞什麼鬼 然後另外一方面是 我覺得他 他裡面寫了很多 我這樣用詞可能會有點直接 嗯 可是是 好 感覺就是想 就是 各位可以想像其實 有社交障礙的這些人 他們其實心裡 也是有很多 熱情的 而且那個很多自己的那些想法 嗯 還不只是熱情 很多時候甚至是有一點 有一點 有一點 一烈的 想法 我不知道各位可不可以體會那種感覺 例如說第二集 講說 他們 為了要負擔樂團的費用 那個什麼 隊友 就邀說 那你要不要 一起來這個Live House打工 那這樣子我們 你既可以在Live House裡面 然後呢 聽別的團演奏啊之類的 反正是同一個環境 方面又還能賺錢 我後頭一裡馬上就想到說 我社交障礙 我可能連跟客人講話 都 都有困難 所以呢他呢就不想打工 然後不想打工他做什麼呢 就是剛剛講的 他就把自己泡在冰塊裡面 這樣子 然後想說 我如果 我如果生病的話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去上班了呢 好 然後 有啊有生病 只不過是後面 就是那個 當然後面 就就來了一個 好玩的 發展嘛 就是結果他其實沒有生病 這樣子 然後還是得去上班 對不過我覺得那個有趣的就是 那個我們心中很多那種很 很卑劣的那種想法 然後一些小聰明 他演出來了這樣子 就是 我們並不是 像古劍同學那種就是 雖然 雖然不講話 可是很 很優雅的感覺 其實不是那種狀態 大部分的時候我們的那種 很多小劇場都是 更像 呃 孤獨那樣是一個 是一個手忙腳亂 然後呢 不知所措然後最後呢 心中就會有很多 很多糟糕的想法出現 這樣子 那那就是 後藤一里 這個角色 我的看的樂趣 嗯 我在看 孤獨搖滾的時候有另外一個樂趣的點 是來自於 因為 最近我開始稍微有接觸到一點點 有在 獨立樂團 然後甚至有在跟獨立樂團接觸 人 然後他們會在 聊那個圈子裡面的事情 剛好 孤獨搖滾裡面就 某一些在講說 你如果要成立一個 獨立樂團啊 然後你如果想要去演奏的話 你會遇到哪些 經歷過 會有哪些 哪些 事情要去面對吧 我覺得 那對我來說又是 另外一個 有趣的點 就是 因為主角小孤獨他 原本也沒有參加過樂團 所以呢 這整個 孤獨搖滾 這部動畫的 至少前 前半截吧 都有點像是 旁邊的隊友 要來跟小孤獨解釋說 如果我們要搞樂團要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呢 然後我就有點像是 也是跟他一樣是一個外行人 然後不是 聽團仔 不是樂團咖的那些人 然後跟他一起 認識說 原來獨立樂團圈是怎樣的 例如說 他就有講到說 其實像那種 Live House 可以有客人進來聽團 然後 那個樂團可以在上面演奏 事實上 Live House 或是這個樂團 他們也是有票房壓力的 所以他裡面就還有 還跟解釋說 這個Live House 通常 票房會怎麼算 如果呢 有沒有達到業績 那個團可能 反而要倒貼錢 這種感覺 好然後他們呢 要 例如說要設計團體啊 要設計周邊啊 各式各樣的問題 然後像甚至後來還有 然後除了這種表面上的 當然還有心態上的 例如說 大家為什麼有的時候好像 上台表演可能會很緊張 那這件事 小孤獨當然也是 所以他原本很緊張到 第一集他 為了上台 他還只能 把自己裝在紙箱裡面 這樣上台 不敢面對觀眾 那時候後來慢慢才有人 開導他說 你 你應該是可以抱持著 什麼樣的心態 去 去面對你的聽眾的 嗯 然後 我覺得這就很有趣 因為例如說像 我們這種外行人 我可以看到的樂團 早就已經是五月天 那種等級的了 是 當我 聽一些 知道獨立樂團圈的人在聊的時候 其實獨立樂團啊 他們在那種 小小的live house裡面 然後這麼近的跟 為觀眾演奏的時候 你完全可以想像 其實這些獨立樂團 跟觀眾的距離是 是更近的 不會像五月天這樣子 他們站在台上 然後呢 小巨蛋裡面的那個 黑漆漆一片 看不到誰是誰 然後裡面就有把這些 你搞獨立樂團時候會 的心情 然後會遇到什麼事情都演出來 嗯 就覺得說 這好像也蠻有趣的 我們一方面 一方面看 好孤獨 會覺得說對這就是我 然後另外一方面我仿 彷彿也是 跟著他一起說 我們一起來認識什麼 叫做獨立樂團吧 一起來認識樂團是怎麼回事 這件事情反而是我 那我看的不是很多 是我以前在看某些 樂團相關的動畫的時候 稍微好像比較少 想到 這麼 這麼 這麼細節的層面吧 我想 對 像我看 像我看過那個什麼 有一部是BL的那個 樂團翻 就完全把精力放在 團員們之間的戀愛上面 就不會告訴你說 那你要搞樂團你要怎麼搞 對不對 你要去哪裡演奏 你要怎麼吸引 你要怎麼吸引顧客 然後你要怎麼面對你的 你的群眾這樣子 我看這個 我看這個翻的時候 我看孤獨搖滾就覺得有 有一個雙重樂趣吧 又可以認識 小孤獨這麼 好玩的角色 然後又認識了 獨立樂團成立的這個 可能會遇到了一些 一開始的事情 之類的 對對對 這是我對 對 孤獨搖滾的 感覺啦 他確實有趣 這樣子 確實有趣 陳佑用文青口吻 確實有趣 哪有文青 好啦好啦 我只是吐槽 不要在意 因為那個 他沒有結構啊 要結構嗎 有什麼 有什麼要結構的 有什麼 剛剛那個好像也算是一種結構的啊 但是這個什麼 用的詞是一個我們比較容易 聽得懂的詞 對 我這邊在講的更 細膩一點好了 完全可以想像 應該說這樣 各位可以這樣去比喻 當我看到 厚騰一禮去加入樂團的時候 都可以完全想像就是我 假設我要進入 獨立 獨立 樂團圈 不管是聽團還是 加入樂團也好的那種感覺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是一個社交障礙的人 然後呢 原本都是自己關在 關在那個什麼 房間裡面 不跟人接觸 嗯 你要搞樂團 首先你等一下要跟團員接觸嘛 然後跟團員接觸 你上台演出還要跟 還要跟 就是觀眾接觸 那 雖然這也是一種偏見 可是我 印象裡面的 我覺得會去那種 樂技的聽團仔啊 然後會去甚至去搞樂團的那些人 是哪幾種人呢 我覺得 那個 那個 團結band的 裡面的另外三個人就完全可以 代表我想像中的會去玩團 會去聽團的那些人 嗯 其中一個呢就是 三田良 啊就是 籃髮的女孩 籃帽 他就是我們 人心想像中的 那種最酷的人 平常都不講話 然後可能一講話還是講那種很專業的 知識然後呢讓你覺得 哇 他怎麼這麼酷 啊 這種感覺 他裡面也還有一個很 很有趣的描述 講說 如果你說這個人過來他還會覺得 開心 這不就是完全就是 那種 潮 很潮的聽團仔的那個 的那個 呃 習性嗎 尿性 這麼說 就是 這種人就是 你會覺得他就是 想要特立獨行的那種 那種 潮男潮女 對啊 再跟各位說 一些極致的 聽團仔 他們是那種 我喜歡的團 他只要一 一紅 個人就不聽了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我是一個很潮的人啊 我怎麼可以喜歡大眾喜歡的東西呢 啊你那個YouTube的訂閱只要過10萬 我就不 我就不聽你的了 聽不紅的是不是 我就是要聚集你聽不紅的 我以前會聽五月天我現在也不想聽五月天 好累喔 哈哈哈哈 沒有 我現在五月天也他越來越流行 對啊就是五月天以前的歌我 我會覺得很grudge band啊 就是那個村郊跟志明那個 對啊我 其實覺得那個很有趣啊 可是後來他的歌我就是 就是很 喜歡太商業的東西 我不知道耶我覺得五月天的歌 不是很耐聽 對不起 不是麻辣 不要麻辣 講大一點 好嘞 然後然後 就 呃 至少我看到這個角色的時候我就會把那種我們想像中的那種很吵很酷的人 帶入進去 可是這個角色又很好玩的是他又有點反轉 他有點在告訴你說其實 你原本以為這些很吵很酷 都不太講話的人 他們可能也會有很ㄐㄧㄧㄞ那種 所以其實這就是剛剛 附哥在講的 rates 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人是什麼呢 另一種可能會去搞樂團的 就是像金頭髮的女孩一樣 就是可能有資源 然後呢而且呢也很有行動力 然後也也很就是不怕聲 的那種完全就是 呃 能已經有點類似製作人角色的人 就是能覺得說這個人 做起事來超級無敵可靠 可是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那個人這樣子的人也是一個 一個閃閃發亮到我無法接近的人 就是啊你這麼有用我這麼沒用 這種感覺 蛤什麼 沒有你觀察是對 像日本的話 你會發現他很多有名的唱片製作人 他本身一開始真的是搞Bang出來 哦 對蠻多的像小四澤哉 他其實最早也是一個團體的樂團裡面出來 然後後來就變成當紅的製作人 其實是蠻多的 所以我才會說日本的音樂文化的話 樂團其實是他們的中流砥柱 因為出很多人才 不管是他們在幕後製作或者說台前的那些表演的 對其實是很重要一股蜘蛛啊 對啊 嗯嗯嗯 然後然後總之我要說就是這個金毛他就代表那種最有社會化最干戀的人 所以我完全可以想像如果這樣的人遇到我 就完全就會是那個金毛他剛遇到後藤一禮的時候的這種想法就是 欸這個人怎麼這麼怪我是不是找錯人了這種感覺 嗯 那接下來紅頭髮的人呢就是 可能是我想像中的最典型的那一種 好 有很多 然後呢 然後呢 怎麼用 其實負面的沒有啦其實紅毛他基本上他也不能夠算是 樂團裡面常常會出現的這種人 他其實比較像偶像 那就是那種很陽光很朝氣啊然後都 他在裡面就有講啊就是社群達人了 就是每次看到就是大家他一定是那種超級受歡迎的那種人 但是我覺得這部劇裡面 他也有暴露這個女生他的他的自卑感 那他其實是很碰空的人就是他可能談其他那個就說自己會了 那等到真的大家林鄭要讓他那個他就逃走了 你在一開始事實上他是一個負面角色嗎 但是他其實有點為什麼他後來會跟你感覺起來跟小孤獨會這麼的 感覺起來要百合要百合的感覺 其實我其實覺得這個角色的曲線是在於他一開始是裝想做事的 但是後來遇到一個技術派的人的時候 然後那個技術派的人也沒有他也沒有輕視他 的時候然後他覺得他跟這個人在一塊他有成長 所以他的最後事實上也是很依賴他的而且到最後事實上 我可以感覺到他很崇拜小孤獨啊 他最後一集的那個感覺其實是很崇拜他的 就是我那個時候就是我沒有辦法談吉他彈得像你那樣子 但是我覺得我要成為你支持你的那個人之類的 因為因為你是太厲害了 然後我知道你有你有你有很害怕的時候但是我要讓你不害怕 我其實我其實覺得紅毛到最後的那個氣出來的時候 他突然間洗白 然後他自己洗白要不然他這個角色在很多 很多宅宅像宅宅的觀點的動畫裡面他是欺負的那個人 他很容易就會變成欺負的那個人 就是PTT的那個動畫版常常在講 我說這四個人如果要講那個勾心鬥角翻有沒有可能 可以喔 你知道嗎 其實有幾部我都覺得我有點害怕 因為他有時候會畫一些 比如說像那個 他們學園記那一天吧 學園記那天然後那個藍毛跟黃毛不是跟他們三個不是找到的小孤獨嗎 然後我穿女服裝嘛 然後大家就在說你身材很好啊 你很適合啊 你要常常穿啊這樣子 然後 然後那個兩個人就還在玩他 就是說那個什麼 就是欸 你你那個什麼 你是說是女僕 你不是要跟我做魔法什麼之類的 然後再鬥小孤獨 然後小孤獨不是就是 講得很爛嗎 講得很爛的那一幕突然間你看到紅毛 在旁邊有一個眼神那個 我覺得他畫的那一順就很怕他接下來要討厭這個女生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那一幕感覺起來 你你如果要開始詮釋 你故事要把他講成說 這個紅頭髮的女生開始 不爽了 覺得為什麼大家全部都把小孤獨當成焦點 然後這時候要爭風吃醋起來 他可以欸 你知道他可以這樣畫 你知道嗎 然後我那時候突然間有點擔心故事要往這個方向走去 我說幹不要吧 這個什麼大家其實都過得好好的 這四個人前面在一塊感覺起來很很溫馨啊 不要拜託你們不要吵架 那種感覺 然後還有一部也是有人在講 就是 第八集吧 就是突然間那個小孤獨開始那個什麼 在大家的那個狀況不好的時候帶起這個團 然後突然間強勢變成主角的那個時候有沒有 欸 也有可能那個什麼 就PTT的 我記得PTT的動畫版有開始寫一個 他那個什麼 黃毛的內心戲 你知道嗎 對 他走出裡面 晚上慶功宴的話走出去外面 你知道嗎 然後就開始寫那個走出去外面 事實上如果他是討厭他可以怎麼寫 你知道嗎 也寫得出來啊 平常那個什麼 不都是我在弄那個 怎麼突然間你變成焦點 大家都那麼喜歡你 你就看你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 欸 可是很多女生 女生的那個 可能真的可能會往那個方向走去 你知道嗎 然後我也是看一看說 幹什麼有點擔心 你們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你知道嗎 對 但是好家在其實他們都 都往 後面的那個什麼 彈心就會說 哇 那個時候我真的發現你是 你是其他英雄對吧 對 你今天真的是整個團的英雄 這樣子 哇那個 就是往好的方向走去 你知道嗎 好家在不要這樣子 你知道嗎 好吧 Alright OK 對啊 總之我覺得 因為剛剛聽前面幾位大家 提到的都是比較偏向 呃 小孤獨 如何描寫他的內心戲 嗯 事實上我覺得確實這也是 這部動畫最大的賣點 嗯 因為他會用很多不一樣的風格 或好 好玩的畫風 嗯 去表現小孤獨 的狀態 像例如說 我之前看到有人 啊 就是有一個畫面是小孤獨 他 因為怎麼樣吧 他要逃跑 然後那個人就一格一格去放那個 小孤獨逃跑的畫面 然後就發現裡面有 那就是我放的啊 對 喔就是你放的是不是 對是我放的啊 因為我其實覺得內幕 因為我很喜歡內幕啊 我那時候就是覺得說 哇他們其實 製作組你要說他不 他很認真嗎 他真的很認真啊 他突然但他就是把功力用在那一瞬間嗎 就是用在那個 他突然間細細的描述 他逃走的那個瞬間嗎 然後描述他逃走的那個瞬間 然後既然那個我把每一個 一個一個看 細節還挺多的 然後這個你可以看到他 然後他 他突然間那個 像麻花卷一樣 卷成那個 然後最後變成輪子 然後最後跑掉這樣子 就是一個 非應該 應該講 這是非寫實的描述 但這個非寫實的 這麼卡通的描述去 等於是在描述他的心境啊 在描述他的心裡面 他的糾結的時候 事實上意外的 很貼切 然後也很生動 所以你就會覺得 他這個角色好可愛喔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一位 因為像我前面有講 我覺得這製作組 其實對於描述腳步有障礙 所以其實算是蠻聰明的方式 利用這方式的 不是 我要這麼說 如果他非常細節的描述 那個腳步 我覺得沒有什麼戲劇張力啊 重點還是在於能夠鬥熱 那如果他 他如果用3D追蹤 跑掉 那這場戲就是非常冷的過去了 但是他知道 知道用卡通話的方式去 把這個東西放大 把那個東西重點放大 所以我才會覺得他是好看的 你的招啊 沒有應該是說他成本很明顯 也沒有算多高 但是他知道 把重點擺在哪一塊地方 會特別有用 OK 好吧 陳又要結論嗎 因為這個東西我想要 我等一下可以一口氣 講 我看到的 對 對 我剛剛說的就是 除了 除了這個是這部片最大的亮點之外 我覺得 至少 就我看到 他跟其他 就是他可以 這種樂團 遺材可以讓我繼續看下去的 也是他其實 有稍微的 花一點心思再去講 我樂團的真實狀況 然後這是我 我看了之後我覺得 欸我會有興趣繼續看下去 然後他確實也講得 講得很輕鬆 可是又好像 不會到太脫離現實的感覺 對 所以我覺得 大家有興趣的話 說不定也可以注意 注意這方面的狀 的 他的描述啊 這樣子 嗯 像 像娜娜是不是就沒有講到 我戲 關於怎麼搞樂團的 的事情 這樣子 因為娜娜的 的觀點是從 就是從一個沒有自信的 一個宅宅 宅女 然後變成了被突然間被邀進了去 邀進了一個團裡面 然後從他的觀點去看 這個團成軍的過程 我覺得這是不一樣的 就是像 可能之前的那種偶像團體 偶像大師啊什麼之類 因為我之前也有追了一下 動畫的那個什麼 動畫翻 我忘記那個 那個翻叫什麼名字 因為 因為以偶像為主題 的題材的那個動畫 真的還不少 但是其實之前他們在講 因為那是很多人的 通常都是以團隊 然後尤其是校園裡面的 又就是可能會以我們的校園 要一起成功做某件事情 為主軸 但是 孤獨搖滾明顯就不是這樣 孤獨民搖滾其實是 他其實更個人一點 他其實是在想說 我想要被歡迎 但是我想要受歡迎這件事情 他又有一點 他又有一點自我批判 你可以從那個小孤獨在那邊 講搖滾的精神就是要孤單 來發現這件事情很矛盾 但是事實上他其實很想紅 他很希望大家能夠注意 希望大家能夠喜歡他 所以會有那個 暗戰怪獸這個東西出現 所以他一直處於這種自我矛盾當中 他又以自己的孤高為主 他好像以自己的孤高 他又有一點點那個什麼 自奧於自己的孤高 但是事實上 他又很寂寞 他內心其實又很希望大家 多來跟他講講話 但是他的社交恐懼讓他自己不知道如何開口 他只要一開口就在那邊 然後就就會讓他做出非常奇怪的事情 然後他自己會覺得這很羞恥 但是你看到後來會發現其他三個人 覺得小孤獨這樣超可愛 你看尤其是梁嘛 梁到最後說 那個小孤獨怎麼會覺得自己不受歡迎 他明明超有趣的 就是每次會看到他的小短劇 然後就有時候會在旁邊 他好像是第一個 會接他的哏的人 對 雖然小孤獨可能不是故意 可能不是要做哏 但是他會接他的哏 我還記得他第一次的哏是 就是講打工這件事情 我不講工作 然後內心小劇場完了以後 然後他的結論是 這是我媽媽幫我傳的嫁妝錢 請休息一下 對 然後兩次會接梗的說 好謝謝我會好好的用的幹 然後旁邊 黃毛就吐槽 不要打 突然間就變成一個那種 那叫什麼 鱷魚梗還是什麼 那是搞笑 你知道嗎 那是慢財啊 這突然間變慢財了 你知道嗎 對 所以小孤獨的 的突如其來的東西 都是然後大家在旁邊 後來會 開始一個一個接招 然後接招 然後會吐槽 然後這就是變慢 又又是一個 又是一個 過去啊 對 這也是我覺得他們當時那個四個漫畫的 玩的東西啊 對 OK 對好像是偶像學員 對 我來講一下我那個 看這部的感覺 其實 我覺得這一部 孤獨搖滾啊 讓我想到一個我高大學的時候看到的動畫 叫做男女敲敲板 叫做男女敲敲板 你知道 對 那個安野秀 安野秀明在福音戰士之後所做的那個 的那個戀愛喜劇 但是那個故事比較不一樣啊 但是其實有好那個女主角的 造型 跟他的內心戲都讓我想到男女敲敲板 因為那個男女敲敲板的故事事實上是一個 在學校裡面是一個 優等生啊 然後大家都很受歡迎的人 可是 回到家裡面 事實上喜歡穿上運動衫 然後 就宅在家裡面這樣 可是呢 他 只有一個帥哥知道 只有一個 班上 在學校上也 也非常受歡迎的帥哥知道這件事 然後呢 這個女生只有在 後來就跟他在一塊 就想就是跟他 就是 男女朋友這樣 所以那部片叫男女敲敲板 對 就是 可是 那也是一部生活翻了 通常都是在講說 這個女生在學校 會裝成一個 淑女啊 或者是一個那個什麼 優等生的樣子 可是回到家裡面 或者是在男朋友面前 他才會 展現出他 慵懶的那一面 然後當他變成慵懶的那一面的時候 就非常多 很好笑的事情 然後安野秀明在那個時候 玩的一些比較特別 就是他 玩到後來突然間不用動畫 他可能突然間用實拍 然後 或者有時候會用木偶戲 然後或者是那個什麼 一些那種簡直 來 來 來來展現那些小劇場 然後這一點這個 孤獨搖滾 其實也有玩 你會發現孤獨搖滾 小孤獨會突然間用黏土 跑出來 然後會突然間實拍 然後放在那個什麼 進入過程的那個 旗子什麼之類的 那個都讓我想到 那個 那個時候就已經在玩這個東西 然後會有一點 然後會有一點 動畫 也有在 在做 但是他們有的時候 可能不是在動畫裡面做 而是在後面 就是可能在這個 可能唱完 唱完 唱完一滴以後 然後會有一個小劇場 這樣子 然後那個小劇場 可能就 就讓他們玩一些別的 對 那 這是第一點 就我突然間在這邊 看男女悄悄版的影子 第二天我覺得事實上 這個動畫組事實上就是 找到了一些方法 就知道說 這是一部 動畫 是一部喜劇 然後我們可以極大化他 然後呢 事實上這四個角色 其實孤獨搖滾的 畫風不是非常風格化的東西 他不是像少女革命啊 或者像灌籃高手 或者是像是 海賊王這樣子 哇 那個人物的那個什麼 造型 非常的特色 非常的不一樣的 那種 他不是啊 對不對 你會發現這四個人 如果把頭髮拿掉 其實長得可能是一樣的 啊 把衣服 跟頭髮的顏色拿掉 他們的眼鏡什麼的 就是差異是不大 事實上這也是 我不是很喜歡 21世紀以後的 的動畫 凡 的原因啊 因為這些角色的 那個什麼 的特色都 都不明顯啊 對 所以他們會開始 必須要用一些別的東西 來讓 讓這些角色 一看就知道是什麼 比如說頭髮的顏色 然後 你看 我不是跟你講說 這很好分嗎 對不對 藍的 紅的 粉紅 對不對 這四個就是這種顏色 然後我都不用去記 他的名字 只要跟你講 藍毛怎樣 黃毛怎樣 紅毛怎樣 粉紅毛怎樣就好了嗎 對 然後最記得的那個就叫小孤獨 其他人 不是很記得名字 也沒有關係 很好很好懂 很好認 對 其實是因為我覺得那個他們 這也是日本動畫 神功的原因 所以到最後大家也會笑啊 在以前90年代的話 在以前90年代的話 流傳風跟螢幕花道的造型很明顯是不一樣的 四目鋼線跟工程兩點 超級不一樣 但是 不會像七龍豬那樣頭髮拿掉 大家都一樣 對 對 這是日本現在動畫神功的方式 所以到最後大家也會笑啊 像小孤獨 跟小孤獨很像的 那會不會把拉克斯克萊銀跟小孤獨 換弄錯 有可能會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的 大家都因為顏色的關係 會 粉毛的那個 同樣擺一個 那平常不看動畫的 是不是很容易弄錯 就跟平常不看鋼彈的 看鋼彈的 他們都是鋼彈啊 對 或者平常不看布袋戲的 看布袋戲 大家都是素緩真 對 因為那個 我的臉型是太接近 就特色風格差 沒有很多 好 這就是臉盲 會導致你臉盲啊 但是 孤獨搖滾在避免這一點 之外 就是他用頭髮啊 什麼來去分 然後在 他也知道 他的角色的那個 人物事實上 不是特別的 容易讓人家有印象 所以他必須要 用很多小短劇 來讓那個原來四格漫畫的那個 可以更神話 因為本來的四格漫畫 事實上沒那麼好笑 如果你們去看那個漫畫 你會發現事實上他還蠻平的 那種感覺真的有點像是 看這個跟動 漫畫跟動畫的感覺 有點像是看鬼滅之刃 漫畫跟動畫的感覺 就是本來的漫畫事實上是小幽默而已 但動畫呢 孤獨搖滾是把那個小幽默變成了大爆笑 那 就像是 就有點像是這種漫畫跟動畫之間的那個差異感 然後 然後 怎麼 是怎麼辦到的 就是像剛剛提到那個 他跑步可以 用動態 用各種動態去表述 然後把他喜劇畫 然後或者是他的那種小腦袋裡面的小劇場 然後那腦袋裡面小劇場想出來 那麽超級好笑的 然後你就會覺得 這就是這不就是我嗎 或者他會用一千十四個嗎 像剛剛講到那個西龍珠梗 還有喝酒 喝酒有壓力喝下去就沒有那個其實也是一個那個是 日本的那個什麼 皮 那個酒的廣告 那 酒的酒的那個貼在外面的那個廣告 就是說 你喝酒會有什麼問題 那就是 那你平常會有什麼問題 就是你你進入啊 然後我的你睡今啊 然後家裡面的問題啊 然後他就花一個很 他用圖庫裡面的一個很傷心的點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下面的解放喝酒 全部 全部這些問題都解決 是逃避 但是很好笑啊 然後他在這裡面讓那個什麼 直接把他置物到動畫裡面完全一樣 當然裡面還有一些樂團梗 他幾乎每一集的那個 片名 事實上都是跟樂團有關係的 然後甚至這四個人的名字也是 大家有講 如果你們去找人 就找到亞西亞功夫四代的那個團的那個名字 就很明顯是 作者是喜歡團的 所以他 才有辦法放這些專業梗進去 但是動畫呢 動畫組事實上還另外加了他們喜歡的動畫梗進去 或者小拳王梗 什麼之類的 我已經結束了這樣子 然後你就會覺得很好笑嗎 對不對 然後他們內心的那種色孔 事實上我都覺得其實這些動畫組本身 應該多多少都有色孔 所以他們會把色孔這些事情描述極大話 好 那除了這一點之外 我覺得這一支 動畫讓我感動的點在於 他其實有好好的去描述一個 不甘心 然後想要完成一件事情的那種心理狀態 所以我很喜歡 第八集啊 第八集裡面說 我們真的太嫩了 但是我不想要這樣結束 那如果我現在不拚什麼時候要拚呢 然後他突然間 去克服了他的那種 本來平常想太多的那個 他突然間 開始龐若無人彈起吉他 開始獨奏 然後在這個時候 上個禮拜其實 在講 我很喜歡那一段 因為他的那一段 事實上用了那個突然間 他用的分鏡是來自於這種演唱會 常常會用的那種切 那種導播切鏡頭 或者是MV的那種帥氣的 那個現場的那個拍攝的方法 然後去拍這些人 拍這四個人 然後這這個時候 3D跟2D都呈現在裡頭 然後只要能夠讓鏡頭看起來生動 然後就用 他們其實有點不拘泥 要2D還是3D 然後但是很明顯 這個東西只有3D 有很多部分是3D鏡頭 才可以展現出來的 像那個光線啊 還有那個人物的那個手指頭 那個動態啊 然後還有那個身體的搖擺啊 那個其實 都是那種樂手本身在 被音樂給打動的時候 他自己本身無意識的搖動 然後 但是呢 事實上 我覺得在看現場演出的人都會覺得 這才是那個樂手最帥的時候 像你看7D也可以做到了 要花很多錢 對但他只要用3D 捕捉就可以快速的讓我們這種魅力 立刻展現 然後而且他還故意讓他失焦 讓他逆光 那種不用看清楚也可以讓他有魅力啊 事實上不看清楚是最有魅力的時候 那個是那種MB裡面 常常會用的手法 對 你去看很多這種那個什麼搖滾 他們在那邊彈吉彈那個鋼琴打鼓啊 然後畫面都失焦 然後畫來畫來畫去 然後只是為了要知道他們看起來很有魅力而已 對啊那 而且那一段甚至連混音 也讓吉他的聲音 很明顯是在帶大家 他其他的聲音比較大聲 然後最後拉彈起來說 哇好帥哦 對在那一瞬間有缺小孤獨超級帥的這個手 是他的粉那種感覺 對啊 所以看到後來你會很會很喜歡這個角色 那 他雖然是日常翻 但是因為他是以角色的魅力取向為主的 所以你會 很喜歡這角色很希望看他的日常還能多做點什麼 所以當你喜歡上這角色以後你就會一直一直想要去追他 然後每幾20每週20分鐘 然後你看完會欲罷不能想說敢這個下個禮拜沒有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日本的動畫翻日常翻的魅力來源是這裡 他想辦法讓你很喜歡那個角色 當你愛上這角色以後他做什麼你都想看 他有點 羊粉的那種概念 好吧 他最近那個什麼的新聞是他的那個 那個出的專輯啊 賣了大概七七七萬張吧 左右 對所以也許 對第二季有希望 希望有第二集啊 好想再看他 對啊 好吧 對 孤獨要說到剛剛 好像大家沒有提到的就是 如果各位在看的時候啊 然後只要他們演奏的 之後 各位可以認真去聽 他們就提到說第一場演奏的時候 怎麼大家好像 那個音樂啊 然後節拍沒有對在一起 各位如果認真去聽那個音樂的話 是真的可以 感覺的出來說啊 這一段是他 他們演的比較不好 然後可能有些人有點緊張 比較對不上的時候 然後後面演奏的好的時候 那聽起來就是有差 所以呢就是 他們做音樂翻 但是音樂上面要怎麼去表現 他們是真的也有認真去 認真去做的這樣子 對啊 就是當你聽得出那個差異的時候 你就會突然覺得說 欸 那個 動畫組他們在做音樂 其實也是 有用心的這樣子 我怎麼去表現出 一個團 很不團結 演奏出來 會是什麼感覺 齁 對這也是一個 一個很值得鼓勵的一個 細心的點吧 半屏處去廁所了 半屏處去廁所了 突然就場面空掉了 這很尷尬啦 其實就是混音問題 混音上面的一個功夫喔 蘇哥花你失蹤了 我想講回到說 欸哈利你說這部戲沒有主線 可是他的主線就是 小孤獨他成長的這個過程 因為主線蠻明顯的 因為我覺得他蠻像那個K-On 我以前他給我感覺很像 就是整體的感覺 所以我其實也不喜歡K-On 我到現在已經完全忘記說 其實 其實我看動畫有兩個大雷啊 你如果 是 怎麼講第一個是校園發 一個是 明顯這部就不是你的戲啦 這就是你自己 退不到電波而已啊 好 雞壞哥剛剛跟我們講 K-On K-On的主線不就是 看一堆高中女生 我那樣就每天吃點心 然後就沒了啊 因為我已經完全不記得 而且那個點心超級貴 對 我其實完全不記得K-On的眼神 我只記得買醬油而已啊 哈哈哈哈 他的主線是買醬油 你說那本還是啊 對啊 對啊 買醬油啊 他就主線了 這個買醬油是紫茅本本的故事吧 是不是 我有沒有搞錯啊 就 遇到親情撞到弟弟 然後買醬 那個 好 好 欸 如果你們要推 這種 也是樂團 題材的動畫 會 推哪一個啊 K-On 因為 老實說我去看了K-On的第一集 然後他有一點點讓我沒有 想要點開第二集的 的欲望 你從來一集開始看都可以啊 K-On就是這種東西 真的嗎 這部就看輕鬆的啊 可以看那個啊 可以看那個啊 高速女生 對不對 K-On也是四格漫畫啊 所以說 我覺得他跟那個小孤獨很像啊 都是四格漫畫改過來的 他就真的 更一日常翻的感覺了 是嗎 嗯 對對 而且K-On但是還有一個東西 你要看金阿泥的技術 對 其實如果真的的話 金阿泥在這方面 他漫畫 他那時候 比較厲害 對 唉 想到金阿泥就好難過喔 真是的 唉 我剛剛去上廁所了 你們想到哪裡了 沒有 我剛剛在問說 嗯 就是因為我發現好像 只要是提到樂團題材的動畫 大家都會提K-On 可是我看K-On第一集 怎麼覺得好像沒有很想看下去的動力 他們就在解釋說 其實K-On看的是這個日常生活 還有可能金阿泥的作畫這樣子 因為我想要看到的是例如說像 崔翔吧 上帝殷號那種就是 我們 我們很 主線很明顯 我們就是要搞樂團 就是要把樂團弄好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 K-On 一集給我的感覺好像那個主線沒有 沒有 沒有這麼的 收束的這麼 這麼 嗯 直接然後好像 閒置的動力沒有這麼大 我覺得音樂 我覺得音樂主題的作品最重要的是音樂本身 你是不是很容易就會喜歡它 那老實說在一開始搖滾的題材 反而不是我第一時間會想要的 像 你知道我最喜歡的一部 這類型的 戲劇作品 事實上反而是電影 是那個什麼 Swing Girl 那個 搖擺女孩 上野樹裡演的 對 那那個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爵士樂 所以我看到一群女高中生喜歡上爵士樂 然後就覺得 好棒 你知道嗎 這種事情很難發生 我日常生活 因為以前 也是常常跟人家說 我這個很好聽 然後 我還記得我朋友跟我講 你為什麼老是聽放屁的音樂 那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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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小號 聽小號 然後 我很喜歡聽那種那個 約翰科川啊 或者是 查特貝克啊 而且我特別喜歡聽那種 就是那種 你可以想像是那種 在半夜的小酒館 然後有一個 有一個小號手 然後在那邊 吹著那種很寂寞的那種 小號的那種音樂 然後旁邊會有鼓聲啊 然後彈鋼琴 這樣子 慢慢的慢慢的這樣子 然後你這時候喝個香 喝個小酒啊 然後沉浸在這種 舒服的感覺裡面 喔 By the way 日本的爵士樂 非常的盛 就是這次去日本 到處都是聽到爵士樂 但台灣 基本上你永遠都只會聽到流行音樂 對 那 所以那個時候聽到 看到那個什麼 然後我喜歡上 BIG BANG 然後而且到最後還能夠演奏 我媽好喜歡這題材 好喜歡這種這種感覺 你知道 至於搖滾 玩團 大家都很潮 每個人那個什麼 穿著那個帥帥的那個 那個什麼 什麼沒發生過 不過我大學的時候 的確很多人在玩團啊 因為我高中的 在網路世代還沒興起的年代 那個 其實那個時候要 男生要追女生 就是或者是要展現帥氣 那時候是要去彈吉他 常常傳吉他 因為台灣有民歌風潮嗎 從李建復那個年代 1970年代 1980年代 就是木吉他風潮起來 對 直到90年代 開始大家要更吵 然後 就可能會有比較有錢的小朋友 會去買電吉他來玩 還記得我高中的時候 有一個學長就 他房間有電器 我們常常去那邊看到 對 但那個電器他可 沒有那麼容易 他還要接接那個什麼 按補才可以 他要接小喇叭 那要接那個小音箱啊 小孤獨就有啊 他去買的時候 就 人家就已經要跟他推銷 我建議你買 買吉他一定要再買 買一個那個什麼音箱 什麼的 然後他只能不住要 要掏錢 那 那個其實是比較花錢 那之前有一次跟他在那邊 爭執這件事 就說玩搖滾的人 實際上 經濟實力要有啊 絕對比玩嘻哈的人還要 必須還要有經濟實力才行啊 為什麼嘻哈 玩口技啊 他的他的門檻是相對比較低一點啊 但玩吉他 你一定要買一台 買買買 要買自己他 小孤獨是站在高點 人家領導杯 非常有錢 好不好 對不對 他爸爸有錢 對他寵女非常寵女 所以在一開始就一直吉他可以用 對那好 這不準就不管是題外話 但是我在大學的時候 事實上非常多人在玩團 我還記得 尤其是我念教會學校 因為那個有樂器啊 所以有人會打鼓啊 打鼓事實上打鼓事實上 很多女生喜歡 因為動作很大 他不用 他不 你不用特別的會手 你看起來好像有在用 然後那女生就動作好帥啊 這樣之類 對 所以一開始小孤獨 看到那個什麼 學想說那個彈吉他會 會紅 其實是有道理的 的確會紅 只是 只是那個早上 其實我覺得他也講出一點事實上 可是你要知道很厲害 你是需要經過非常多刻苦訓練的 對 也就是說小孤獨是練了三年 他才有這個功力啊 但是呢 練了三年是沒那個什麼 三年辛苦無人知啊 真的是沒人知道啊 那只差要找一個機會讓大家 那個什麼 讓大家看到他很帥 的確啊 到第八集的時候 終於讓大家看到他超帥 對啊 那不過 剛剛不是提到音樂類的東西嗎 就是 所以玩團一開始在我心中 深處事實上 這個主題不會 不會是我一開始想要喜歡的東西 所以小孤獨 孤獨搖滾在一開始也不是我 本季 一開始就看的東西 也是有人推的我才去看 對 那 呃 但是我覺得這一個孤獨搖滾跟KR 雖然我KR沒看 但是我覺得我可以用那個偶像大師嗎 的 比方好了 我看我像大師絕對不會是因為音樂 你知道 對我 對 絕對不是他的舞蹈 因為老實說看動畫人跳舞蹈 我其實覺得還好 但是看的是事實上是 那個組織是如何 如何成立的 然後這一群女生怎麼樣互相 結團結在一塊之類的 對然後當然孤獨搖滾裡面也是有 不過我覺得孤獨搖滾 那個時候最最打動我的那個點是 還是這個角色的內心世界 他色孔 然後他很希望大家喜歡他 然後他也很努力的想讓大家喜歡他 但他一直在壯 那可是 在這麼多個失敗裡面他 有幾次抓住了機會所以他交到了朋友 一開始是人家來找他了 但是我覺得抓到紅毛這個 抓到紅毛主唱這個 這件事情是他絕對是他自己主動 他去找他然後希望這個 我們這個團不是沒有主唱嗎 他是不是可以當主唱 然後 就去找他了 其實你仔細看到這12集啊 很多時候這個團 不成功其實真的都是小孤獨 去推的 所以難怪鼓手會那個黃毛鼓手會說 他是英雄 他是我的我的吉他英雄 對 對 好吧好吧 對 孤獨搖滾到這邊 我們還有還有機會再聊 希望那個時候還有其他人看完 或者他還有第二季 啊 對齁 練劇人 會有啊 他漫畫沒有結束不是嗎 他沒有結束 可是因為不過以他的那個日常翻事實上 可以一直演下去沒有關係 對 因為如果以這一 你要說他沒主線他其實是有主線的我自己覺得 就是他的主他的第一季的主線 其實是 這個團結被 束縣帶這個這個團 怎麼樣 成功的做出手演就是他怎麼成團 從從成團到手演那邊其實已經 所以嚴格說起來 他的故事曲線到第八話就結束了 就是那個什麼小孤獨他彈出的首歌 說這個團其實已經可以 你知道 看灌籃高手的那個什麼 的辦法 他也沒有把全國大賽打完 就是 贏在最高潮那一瞬間就可以結束了 像那個 Swing Girl Swing Girl也是啊 他就是在一場表演當中那一場是結束啊 所以到那邊 到那邊之後 都是後日談的 都是這些這些女生們 成功了以後的日常 然後後面才再來做一個那個什麼他的 他們的表演 但是我覺得你們很多人看也是有同感吧 他這一季裡面最強的表演是第八集的那首歌 然後 十二第十二話的那一首事實上 他是在補一些那種 小孤獨他 現在 當他出的問題的時候別的人也會去護他 然後當然要再到小孤獨帥一下啊 就讓他用用杯子去做滑旋這樣子 一根懸斷掉還可以繼續彈這樣子 但是沒有那個那個帥度事實上沒有第八集的那種 那個什麼 我力王寬難 我只手遮天 沒有沒有那個時候只要有我在就好 那個時候大家都跟著我 跟著我的痛 他那個滑的跟五百用那個滑的信仰 對 然後裡面就有講啊 滑旋事實上不用那個什麼 音準不用到也沒關係 突然間學到了一些知識 喔原來這邊手指頭準度不用準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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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好 OK 對 對 對 你又是你 你又是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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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